夫一母的双胞胎在一起双修上百年 他们一个是救济苍生的一线 一个是毒尽天下的毒魔 因此也明争暗多了百年之久 但因为一个男孩让他们停止了内斗 毒魔将男孩锁到毒坛里浸泡一年 让每一只毒虫钻进男孩的身体 一线则是打开男孩的所有身门 再利用一线中给其治疗 二老见男童这样都不死 便决定收为弟子传授导演 就这样将男童折磨了数十年 直至男孩长大成人 学会了左手用一右手用 这天男人突然说要下山去看看 毒老魔瞬间就明白了男人的心思 原来男人五岁时爹娘就被杀害 是一个名为剑舞般的组织收留了男人 并让男人感到了较温暖 而男人这次下山是准备有恩报恩有仇报仇 毒老魔文言轻笑一声 为时说过你的武功还没学完 就凭现在的你还想报仇 可男人却说身为毒魔和一线的弟子 怎么会有不长眼的人来惹我 毒老魔听后很是欣慰 毕竟自己前一生恶名昭主 谁见了都得避养九分 二老知道而大不中流 便决定尊重他的选择 随后毒魔将用了一辈子的武器丢到桌子上 男人顿时一惊 这把双月刀已经算是身份的象征了 随后立马谢绝师父的好意 可毒魔却说不拿不能下山 逗了一辈子的遗心不甘落后 送出武器绑第三的白鱼山 随后一阵苦口婆心地劝告男人 下山后要么微镇四方要么恶名昭主 男人随后拜别二位师父 下山后男人却发现每个地方都变了样 以前的剑舞班如今却变成了月夜楼 周围商贩都纷纷变了样 只剩下后面的客栈还是以前的样子 于是男人准备去打听一下如今的情况 本是吵闹的酒鬼 在开门后瞬间变得暗紧 里面的客人纷纷盯着门口的男人 面对充满敌意的眼神 男人并未留了 只是找了个角落坐下休息 周围的大汉们瞬间起身 店小儿这时来询问需要点什么 男人一眼就发现这是以前的好友道坤 可看他这样子应该是没怨处自己 到坑看一身黑衣打扮的男人 他知道马上就要出事了 下一秒另一桌的大汉忍无可忍地骂道 在这里黑色代表挑衅蔑视 你应该知道吧 男人从山上下来一时忘了这个规矩 于是解释到我自幽离开这个地方 如今回来一时忘了规矩 还请见谅 地旁的白发顿时来了兴趣 便询问家住吗 男人指了指对面的月夜楼 大汉冷笑一声原来是青龙出身 男人心中的怒火瞬间到达顶点 之后便邀请大汉来喝一壶 顺便直接堵死这个自大的人 大汉虽然心里犯底骨 但江湖上有人请吃酒那有不去的道理 随后拿起自己配件前去赴约 并将武器放到了最显眼的地方 见男人看见武器命不该死 大汉便对这小子有了忌惮 而且还身着代表蔑视的一些黑衣 随后二人攀谈了一些 得知大汉也知道剑舞班的事情 男人发出疑问剑舞班不是这里的招聘吗 为何现在却变成了月夜楼 大汉怒到都是灰血门做的 剑舞班向来是以美貌闻名天下 灰血门的首领得知后伸出了魔爪 剑舞们众人殊死抵抗 可最终还是以失败告终 灰血门的掌门把垂涎已久的女人们金属收走 现在是死是活已经不知道了 男人神情猛地一遍浑身散发出冰冷的气息 混迹江湖许久的大汉知道这个男人现在非常危险 便想尽快离开此地 就在起身的瞬间男人冷声站住 冰冷地问道你也是灰血门的人吗 大汉察觉到死亡的气息 连忙否认我们都是正经人 这时身后的兰衣突然起身 尖笑地说自己知道更多剑舞般的事情 大汉意识到事情不妙 转头大骂狗杂肿还不闭嘴 男人紧盯兰衣一字字地问道你认识杜香吗 兰衣表示杜香那小娘皮我们兄弟早把它藏起来了 不过长得不如掌门带回去的那些 大汉此时有一种生死焚亡的感觉 下一秒两道破空声在耳边响起 再看身后的二人纷纷倒飞出去 转头望去到底的二人头上全部插着根木筷子 而这速度也只是到了悲酒的时间 大汉突然感觉到一阵热流 往下看去一把利刃已然将自己捅穿 事后男人换上一身白袍 来到了灰血门所霸占的地方 刚进门就看见两名女子手持利剑在此敌视 男人一瞬间就明白了这是在模仿剑舞伴的表演 就这垃圾动作还能引来欢呼 随后一句身影引起了男人的注意 对老者从三岁每天就以赤毒蛇无功为生 只为了练就一身武毒邪功毒死双胞胎哥哥 而哥哥则是从娘态就开始感悟医术 一岁时便可行医救人 三十岁时已是大成 阎王叫你三更死 他能让你抽阎王两个嘴巴子 两人争斗了数百年 觉得无趣便抓了一个孤儿 也不管男孩的意愿 就要将各自的本领强行传授给男孩 他们也想看看身为毒魔和异贤 培养出来的弟子是什么样 于是毒魔将男孩泡进万毒钢十年 让其练就一身万毒不侵的身体 和杀人于无形的毒攻 并先则是传授行医救人和自救的秘法 如今却有人想要毒死男人 学有所成的男孩准备下山 去感谢一下曾经收留过自己的剑舞班 来到记忆里剑舞班的所在地 可现在却变成月夜楼 和人攀谈过后才知道 一个名为灰血宗的恶势力 为了得到剑舞班的女人 直接进行了抢夺 剑舞班殊死抵抗最终还是被免 女人们也是生死未知 随后在原地址上 建了座月夜楼宫男人们消遣 男人带着恨意走到月夜楼 门口的二人询问有认识的姑娘吗 随后爆出以前剑舞班几个姐姐的名字 可却被告知这几个人都没有 男人的心瞬间一量 这证明几人生死未知 男人跟随进入楼内部 阵阵优美的音乐旋律充斥着一切 演舞台上也时不时地发出兵器的碰撞声 随着音乐逐渐遍及红衣女子一箭挥出 直中用来固定的蝴蝶结 蓝衣女子的衣物顿时四散开来 这是引来台下的一阵叫好声 可这剑舞在男人眼里纯纯是垃圾 楼上的一道身影瞬间吸引到男人 店小二转头望去瞬间惊出一身冷汗 公子你不要看了那是这里的楼主 听说他可以把老虎的脖子给拧断呀 男人并未理会店小二的叫喊 而是转身往上走去 走到楼梯口时被人拦住叫停 男人表达想见楼主的想法 可却被告知没有青铁见不了 随后一阵小争吵将楼主的护法引来了 看男人这一脸心刀气生的样子 护法顿时不爽直接让男人滚回家里去 可男人却冷静说你酸个什么东西 让你们楼主出来说话 楼主脸色一黑 他断定这个男人大有来头 之后便让护法将男人带到房间内 即使有再大的不情愿护法还是给男人带 不一会便将男人带到了楼主的闺房 此时房间内已经摆好酒肉饭菜 并有两名剑里在旁作伴 男人从容地找了个地方坐下 这一举动显然是有点惹目楼主 不过现在还对男人来历和靠山不明 便决定先打探一下来历 两人将上好的宫廷月夜酒一饮而尽 在喝酒时楼主就知道了男人是个白痴 只因男人毫无防备地喝下陌生人的酒 其实男人在拿到酒杯的时候 就已经看到酒里充满了毒素 可他从小被师父练成万毒不起 怎会怕这点东西 楼主呲牙一笑这就怎么样 男人轻笑一声再来一杯 在倒酒的间隙楼主问道你找我有何事 男人表示在你问我何事之前 先解释一下为什么下毒吧 楼主没想到这无色无味的毒 怎么会被这小子发现 不过他并没准备解释而是大笑起来 一个将死之人何必知道这么多 不过你要是跟我说说你是怎么发现的 我可以把解药给你 男人没忍住笑出了声 解药就不必了 把你的人头给我吧 男孩拥有百毒不侵的体质 可却引来四大恶人中以毒称霸的毒魔 毒魔将男孩锁进万毒缸里浸泡三天五夜 并将男孩的生穴全部捕死 还往死穴内送入三千六百只毒虫 男孩每次冰死的时候 又被毒魔的双胞胎哥哥一先救活 看到男孩可以经住这样的折磨还没有死 两个恶人也是产生的爱财之心将男孩收为弟子 并将自己的绝学传授给男孩 数十年后男孩已经长大成人 并且学会了左手用一右手用一 如今便准备下山报恩报仇 可男人刚下山就被师父的仇人邀请喝酒 并在酒里下了无色无味的毒药暴涕三 但男人在拿到酒杯的一瞬间就发现了 随后毫无犹豫地直接饮下 饮下的瞬间体内的器官疯狂跳动 但随着男人呼出一口气也恢复正常 可下一秒口唇麻木逐渐失去意识 此时身体忽然僵硬直接倒地 这时大汉才知道自己身中剧毒 周围倒地的手下已经全部僵硬 男人只是冷眼观看眼前的一切 随后拿出师父赠送的白玉扇 看着倒地的众人露出一抹邪笑 十分钟后男人收起折扇走向大汉 大汉此时浑身颤抖眼睛不满血丝 看大汉这样男人凑近一些说道 先下毒的是你被我抓到了那你必须死 大汉惊恐地喊道你杀了我灰血门会灭你满人的 男人再次听到灰血门这个名字 以前收留自己的剑舞班就是被他们灭门 大汉见男人有所持一遍 迅速说这里也是灰血门的产 你把解药给我 我让灰血门饶你灭 男人冷声道弦跃剑舞班 此话一出大汉顿时一惊 满头的疑问充斥着大脑 这个男人怎么会知道剑舞班 而男人背后的护法艰难的起身 想趁男人没注意自己直接一剑毙命 下一秒护法用尽全身力气冲向男人 一阵破裂身后护法却倒飞出去 看着男人手握刀柄没有任何动作 而自己又被震的手臂生疼 护法这才明白 不是男人没注意到我 而是根本不拿我当回事 男人转身警告护法 再感动一下我让你伸手分离 趁男人转身说话的时机 大汉在怀中掏出把利人 下一秒直接刺向男人 男人的长身被剑气吹起露出双月刀 一道红光以极快的速度之中 大汉要喊 大汉顿时口喷鲜血 在一阵刺耳的尖叫声中变成了两弯 而男人做完这一切还不到一秒钟 随后转头看向护法 护法此时抱着必死的心 已经完全没有抵抗的心情了 男人随后做到代表身份的长衣上 月夜楼以后有我掌控 但是我需要你的辅佐 护法颤威地询问要怎么做 而男人却让护法闭嘴 一切按我吩咐办事 护法紧张地咽了口眼泪 接着表示一定效忠您 男人却说你刺杀我 这是不能轻易结束 紧接并在长袍内翻找什么 随后掏出个蓝色药丸丢给护法 护法没想到男人会这么直接 可自己不知肯定立马会死在这 最终还是一口吞下 男人询问灰血门多久会知道这里的变故 只需三天消息便会传过去 男人让护法将月夜楼的所有人召集起来 自己已经有了想法要玩点大的 整个同父异母的双胞胎在一起双修上百年 他们一个是蛇毒蝎心用佛人做实验的侦女 一个是救济天下苍生可以令人起死回生的依险 因为里面不同二人明争暗斗一辈子 男人身为毒魔和依险唯一的弟子 不仅拥有万毒不侵的弟子 还仅仅一刀就将灰血门分堕住斩杀 并将此地的产业霸占据为己有 在得知灰血门三天后就会知道这里的变故后 男人将此地的所有员工召集起来 随后宣布到两天后这里会有一场厮杀 走的人可拿走以前二十倍的工资 留下的人我定会保你们安全 话落台下顿时一阵吵闹 不过几分钟后就都纷纷收拾包裹离开 他们才不信男人能和灰血门对抗 灰血门可是掌控十家春花楼七家五管 仅仅听他们号令的兵力都有百余人 男人此时也有点心虚 毕竟双拳男敌四手更何况这么多事 思考片刻后顿时有了注意 只要解决几个头目就行了 就像夺取月夜楼这样 护法则是感觉男人太冒舌了 灰血门的重头目可都是身怀绝技 再这样下去恐怕自己也会受牵连 现在只能尽快找到解药然后逃跑 这时男人让护法也尽快离开此地 护法没想到他会这样 以前的楼主都是让手下们上前厮杀 护法这才意识到这个男人好像跟别人不一样 但他猛地想起个特别绝望的事情 曾经自己吞下男人给的毒药 这臭小子不给我解药就让我走 男人见护法一言不发便询问有何顾虑 前几日属下吃了您给的毒药 男人恍然大悟自己都差点忘了这场 要是放着不管过几天你四肢就会筋脉筋断 大脑直接从炉内跳出来 护法听后打了个寒颤 世上居然有如此恶毒的东西 可恶的是他居然忘了这事 随后男人在怀中掏出个木盒 里面装着湛蓝色的小药丸 胡凡见这么容易就得到解药也是有些感 下一秒毫不犹豫地直接吞下 男人则是一脸呆滞地盯着护法 护法这才意识到不对 他为什么用这样的表情看我 男人随后询问这是什么你就直接吃了 护法顿时紧张起来 这不是解药吗 而男人却说这是真毒药 你以前吃的是假毒药 我只是想让你看看真毒药什么样子 护法整个人瞬间僵住了 男人边走边嘲讽护法 四十多岁的老江湖 怎么这么莽撞 男人找到没人地方开始品查 护法此时已然是怒火中烧 下一秒跑到男人的对立面 让男人给自己也倒一杯 喝完表示就算灰血门杀过来也不走了 反正真打起来 他们也会因我没能保护好楼主杀了 而且凭你一人根本不可能战胜灰血门 反正都是死我到要看看您多能打 看您死了我再死也不亏 男人听后没忍住笑意 护法这时又不爽了 你为何笑啊 男人没做回答 只是默默为护法填了杯酒 而灰血门这边则是召集了 所有头目举行兼杀会 而每次兼杀会开完后 江湖上都会少一个家族 灰血门的掌门说道 此次目标是一个手持双刀汇毒的奶 这是一旁五百多斤的胖子 为表忠心起身 说自己明天将带领煞神队 去取男人手机回来 云身为四大恶人毒魔和一心的儿子 见到不顺眼的人不是一刀将其斩杀 就是用毒将其活活折磨致死 可这次他斩杀的却是个不得了的人 黑道灰血门召集十年 才开一次的猎杀会 并发布此次目标是一个身着白色长袍 会使双刀并且一身毒工的男人 他将我们的产业月夜楼夺走 并将小爱一刀斩杀 逼合五百斤的胖子愤怒起身 老大我这就带沙神队去报仇 灰血门掌门没想到胖子亲自出马 他带领的沙神队曾经 轻易地将江湖第三大家族灭门 掌门这下放心了 并顺便让胖子将男人背后的势力也解决 而胖子表面是想为兄弟报仇 但背地里另有企图 隔天男人正在享受唐葫芦的时候 前方出现众多的人影 并传出吵闹和叫骂声 猛然看去赫然就是胖子和他的沙神队 任凭他们抢夺东西 周围的百姓也无一人敢动敢说话 一旁的护法紧忙说 这就是灰血门的人没一个好东西 而男人打去你不也是灰血门的人吗 护法满脸的尴尬接着给男人解释起来 他们就是灰血门的沙神队 那帮家伙在以形式粗鲁暴力文明 而这个胖子更是魔头只要他一出马 就代表一个家族的灭亡 一个活口都不留就算是鸡蛋他也得摇晃了 男人这下来的兴致又一个头目嘛 随后便跟着沙神队一块走向月夜楼 胖子一脚将月亮楼大门踹开 吩咐手下去将男人抓出来 得令后的手相们撕散飞出 而胖子则是走到中间观察起来 已经幻想自己接手后的幸福时光了 可手下们找寻两个多小时也是没找到男人 于是觉得男人是害怕逃走了 胖子也觉得是灰血门的鸣声将男人吓走了 可下一秒胖子神情大变 只见大门口出现两道哼着歌的身影 男人随后让护法出去并把大门关上 护法推到门外将门直接锁了起来 胖子满脸嘲讽地看着男人 一声幕后手下全部冲出 在刀距离男人还剩三公分的时候 男人以一种奇异的身法躲过刀刃 并且在闪避的时候挥出一张 可看似轻飘飘的一张 并直接将肘关节打得外翻 男人瞅准时机利用魔攻再次打出一张 闷哼一声直接到飞出去 男人几个闪身直冲剩下的手下 只听见一阵骨头折断的声音 回后几人全部丧失战力瘫倒在地上 胖子神色一冷顿时紧张起来 眼前的这个男人浑身散发着毒气 最重要的他还没使用腰间的配刀 胖子拔出大刀询问想要什么 加入挥血门我们都会给你 男人接下来的一番话 让胖子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男人死盯着胖子冷声 我要挥血门的一切 胖子文言一愣着简直太羞辱了 下一秒直接提刀冲出 顺手将重伤的手下抓紧 直接重重地甩了过去 看似满腹的胖子 其实是想趁男人躲避的时候 一刀将其斩杀 男人慢慢地抬手 胖子根本没想到男人会直接出手 下一秒自己如同被卡车撞了一般倒飞出去 男人用一双筷子紧紧插进两人的肋骨 再一刀踢断大汗的身体 最后一脚踢死胖子 只因这些人都是挥血门的头目 而男人做着一切仅仅为了一群女人 男人看着剩下的残兵并没有准备继续杀戮 而是让他们带着老大的尸体捕回去 并且警告他们要是想对付我 直接让你们帮助来 剩下的残兵们拖着尸体悄悄地溜走 而男人则是坐下给自己刀杯酒 挥血门掌门此时召集了重头目 让他们甭管男女老少凡事 能拿起刀的晚上跟我走一趟 顺便把逃回来的几个废物斩首是准 壁旁的头目怕这样会扰乱军心 便想阻止掌门 可掌门只是晃了一下剑身 头目便不敢再说话了 到了晚上男人还在安稳地打坐休息 下一秒护法就闯进来大喊不好 原来是挥血门马上就要到了 并且来了很多人 男人穿上一身红袍 护法以为男人被吓傻了 这身衣服是剑舞机上场才会穿的衣服 而男人也知道只是这衣服有特殊的意义 笔前剑舞般将死了爹娘的男人收留 并教他一身技术用来生存 在记忆里姐姐们就是穿着一身红袍 还说等我长大就专门给我五一次剑 可还没等来那一天 就被挥血门的人给灭门了 而这一席飘动的红袍 则是为了凸现剑舞人那美丽的曲线特殊制作的 男人出门后望着密密麻麻的黑点也是心里差 他想到过会很多人 可没想到会有近五百人 但只要解决头目这些杂兵自然会土工瓦解 台下的众人见一个男人 虽然穿着女人跳剑舞的衣服 顿时一大片的长相声 纷纷以为男人是被吓风了 这时一只手在人群中举了起来 众人瞬间鸦雀无声 此时挥血门的掌门死死盯着男人 原来是孟儿 来让哥哥抱抱 孟儿是男人小时候在剑舞般的名字 他还记得原来舞剑时候不小心倒地受了点擦伤 剑舞般的姐姐们都非常着急的一拥而上 如今听见掌门叫自己以前的名字 瞬间想起了姐姐们 下一秒抽出双刀 身上也开始散发阵阵毒气 今晚就是挥血门灭门的时刻 下一秒男人消失在原地 掌门还在感叹好快的时候 男人已经进入到人群当中 众人还在惊讶时 男人却骑耍了剑舞般的剑舞 一听血肉飞溅的声音 再看男人周围的杂兵已经全部倒地 男人紧盯最后方的挥血门掌门 紧接几个闪身杀出一道血路 此时的男人更像是一个魔鬼 男人轻声问道还有不怕死的吗 众人的恐惧已经达到顶点 纷纷质问掌门和队长在哪 为什么还不出来 看着前方的众人 男人冷声不想死 让开我只杀挥血门的掌门 众人这才明白 只要让开就不会死 在生死面前 哪还有大哥掌门什么的狗屁东西 下一秒众人纷纷让开道路 大道直通挥血门掌门 兔野不同母的双胞胎兄弟 双修上百年 一个是作恶多端杀人如麻的毒魔 另一个却是与人为善 救济苍生的遗险 二老都不想让自己一身的本领试穿 便抓来一股而将各自的本领 全都强行灌输给他 男人学成后得知 以前收留自己的剑舞般 被灰血门灭亡 所有的五剑姐姐都下落不明 男人换上一身妖艺的红袍 将一些头目和杂兵斩杀 随后找到灰血门的掌门 掌门见男人实力惊人 也是忌惮起来 换上一副笑脸询问男人想要什么 是美女还是财富还是地位 男人冷着脸一言未发 下一秒直接闪现到掌门面前 警告掌门废话说完就该走了 掌门见男人完真的 又看到男人的手已经握住了刀 这一刻他慌了大喊 你难道不想知道 剑舞般的女人都去哪了吗 男人闻言一愣 剑舞般是他最柔弱的地方 男人必定想搞清楚 可掌门却偷偷拔出剑刃 随后瞬间劈下 在刀接触的前一秒 男人净凭空消失 只留下一抹红光 掌门顿时大惊 这种近乎贴脸的距离 都被闪开了 而下一秒 男人居然出现在身后 男人这次没有留情 直接挥出双刀 掌门整个人 被强大的冲击力击飞出去 那个放弃直接爆裂开来 随后看向手下怒到胆井上 给老子干掉这个人 下一秒 四个护法冲向男人 男人利用剑舞般 学到剑舞抵住了激活 随后一阵红雾从袖口飞出 掌门见男人终于用毒 便露出得逞的笑 之前就派人调查过 男人知道他会毒 所以来之前便吃了去毒伞 男人还在想 为什么会这么有自信 原来是服了去毒伞 但男人身为毒魔的青传弟子 普通的去毒伞怎么会有用 上一秒还在笑的掌门 下一秒却觉得喉咙堵塞起来 剧烈的疼痛刺激着掌门全身 随后整个人贪软在地 周围的头目也纷纷震怒 随着全力的死亡 只剩下灰血门掌门还在苦长 掌门见男人提刀走来 便大声哀求起来 凭你的实力加入我们 定能成就一番打印 男人并为之所动 还是一步步地走向掌门 用一种轻蔑的眼神看着掌门 丑恶的杂物 掌门心头一颤浑身发动 这个丑恶是在说 称霸这里的我吗 掌门低下头告诉男人 你是不会从别人那里 听到剑舞班那群女人的消息的 男人神色异朗 那些女人玩腻了我就干掉 再玩腻了就再干掉 男人瞬间被愤怒冲分头脑 四百道剔坦的一门一门两 血液顿时四溅起来 而掌门只剩下半颗头 如何残肢 一众的杂兵顿时议论起来 男人这一刻杀一套天 想去黄泉地说一声 刚才还吵闹的人群顿时安静起来 而男人现在满脑子都是那句话 玩腻了就干掉 再玩腻了再干掉 人一脸谄媚地送上神秘信封 壳里面装的却是一个 正在蠕动的东西 男人在消灭西黑路的灰血门后 并掌控了这楼 还将月夜楼改成了咸月班 并让手下大肆宣传 而男人这么做 是想让失踪的剑舞班姐姐们 都知道咸月班回来 这时下人来抱一个厨子想见男人 地旁的护法厅后 紧忙让下人打发法 可男人却说让厨子进来 他是我很重要的人 厨子进来后 将准备好的包子和杏仁糕 全部放到桌子上 看后的说道 我记得你喜欢吃包子 男人第一次露出笑容 随后给厨子到了杯酒水 可厨子此次来的目的 却是让男人快离开这地方 这个地方你不主动 找是周围的势力 也不会放的 男人轻笑一声 看来厨子不知道我实力 厨子放下手中的肉包 着急说难道你师门很庞大吗 这里的人可都是亡命之徒啊 男人听到师门愣了一下 厨子紧忙问道 你师父应该是个名门大派了 男人沉思许久 他的两位便宜师父 并不是什么名门也不是大派 而是消失已久的 四大恶人之一独魔 厨子听到是四大恶人的徒弟 他的面色差那间变成灰色 传闻那几个魔头都很可怕 其中有为了一句话 就杀人屠成的狂魔大功 专挑清纯美丽女子下手的色魔大功 百岁还能保持美貌的妖魔大功 还有用人做活体实验的毒魔大功 男人稀松平常的回答正是 寻常百姓听到四大恶人 早已心惊胆战 随后厨子拿起酒杯一饮而尽 接着憨笑着说 你们回来太好了 你师父要是来的话 一定要提前告诉我 我好躲得远远的 男人没忍住笑意 直接笑了出来 二人接着开始推杯换战 这是他来西黑路以来 最放松的时候 另一个黑道势力在得知西黑路 现在是群龙无首的状态 立马让军师派杀手去一下 军师提议直接让杀手绑第三的无影去 虽然费用高弹对方也擅长了 次任男人在散步的时候 突然出现的身影 引起百姓祝福忘却 此人竟然敢在西黑路穿一身黑衣 还环抱一柄利人 众人纷纷四散逃去 黑衣走到男人面前停下 初次见面不知阁下是不是弦乐班族 男人也是坦然承认 黑衣圣人的一笑说自己是剑狼派来的 而剑狼就是西黑路北方的黑道势力 听说您干掉了灰血门掌门掌控了西黑路 北风剑狼特派本人送来贺礼和书信 地旁的女人一路小跑过来 先是单膝跪地双手乘上卷轴 男人在借过卷轴后 黑衣说到我们掌门想和您联手 女人又掏出来个信封说里面是三十万两的银 可下一秒在信封里射出一条毒蛇 一口直接咬到了男人手上 男人看着头上长腹肌的时候 胃流露出一丝惊慌 而女人却露出邪笑以为已经得手了 还天生拥有千毒不侵的体质 却主动找到四大恶人中的毒魔 贡献出自己的身体攻其研究 而男孩做这一切却是为了一群姐姐 男人学成后称霸了西黑路 可没多久便引来其他势力的际遇 被派来的杀手假意献上和解书 实际里面是含有剧毒的青蛇 青蛇一口咬在男人的受伤 开始疯狂地释放毒素 杀手开始嘲讽起来 这青蛇的毒你应该知道多厉害 而男人则是一把扯下青蛇 杀手瞬间挥出一剑 充满杀意的剑气直冲男人 男人手握刀柄 在剑气来的瞬间抽出刀刃 碰得一声发出巨响 男人开始主动出击 一个闪身就来到了杀手面前 巨大的冲击力把杀手震得浑身发抖 可他却丝毫不慌 再过两个半小时蛇毒就会肆虐男人的器官 另一个杀手忍不住了 直接将自己的担子丢了出去 在男人头顶的时候突然爆开 龙烈的飞烟瞬间将男人包裹起来 杀手趁机直冲进去 宛如一条蛟龙入海在烟里面疯狂走位 而男人矗立在烟雾中间一动不动 杀手一个闪身来到男人的身后 另外只听见肉体破裂和男人的惨叫声 烟雾散去只见男人完好无死 而杀手却被一剑封喉倒地身亡 剑蛇毒还没奏效二帝又被斩杀 也开始紧张起来 而男人从小就迁毒不清 后又被毒魔折磨得快死 大千世界的毒早已对他无效 剑蛇毒无效便想着先下手为强 杀手持剑冲出的时候还不忘比个剑指 男人调整姿势向上挥剑 剧烈的痛感刺激着杀手的五弯 杀手顿时跪倒在地 开始大口地喘着粗气 男人缓慢地将刀收起 就收刀的这几秒 杀手开始感觉浑身麻痹无法动弹 男人询问是谁派你来的 可杀手却一心想要求死 男人说自己是一仙的传人可以保你不死 听到一仙的弟子也是抱起了希望 经过心理斗争准备说出部主 可再一秒一道紫光凭空出现砸进了杀手的大马 男人看着这等杀人手法也是有了定度 这是一道黑影引起了的男人的注意 速度之快只能感受到风速却不见其人 不过在男人眼中只是萧小鼠背霸 黑色身影闪身到一处阁楼 真正的幕后主人也赞叹到这下事情变得有趣了 风风已久的霸王会将再次启动 男人在称霸西黑路后遭到刺杀 为了想弄清是谁在下黑手 便询问护法有什么办法把帮派老大召集在一块 护法建议组织一下霸王会 届时所有帮派老大都会带着心腹到场 男人也认可这方法便让护法去办此事 此时厨子也送上一笼包子 护法知道二人从小就相识便主动退下 可男人却让座下一起吃 护法顿感惊喜这证明班主已经接受了自己 之后便找了个边边拘谨的座下 几人一直砍天坛地到半夜 殊不知杀神榜的第二已经在外面观察男人许久 心想此人明明差点被暗杀 如今却像一个疯子一样畅饮 最该死的事居然说我是鼠辈 真是个该死的家伙 男人喝到意识兴起来到庭院之中 说自己要遵守约定 厨子这才想起男人以前说 消灭灰穴门后我给你跳一次剑舞可好 男人抬头看向星空 随后走到庭院当中抽出双月弯刀 刀刃被月光映射得格外耀眼 下一秒男人剑指星空 刀刃画出完美的弧线 男人不断加速好似正在和人比拼一般 光冲向男人 可男人却好像提前知道一般轻易躲开 下一秒一女子出现在面前 那优美的身姿被剑袍突现得更加完美 女子随后收到现在开始攻手转换 女子抽剑而出剑如白蛇土性冲向男人 女子猛烈有力的进攻却被男人优雅地化解 曲终二人纷纷闪身至合适的地方 随后相互剑指对方 二人都若有所思地停止了动作 几分钟后二人相互致敬 这时女子伴随樱花缓缓消散 梦做得真棒 现在已经超越我了 最终女子伴随男人释然的一笑彻底消散 男人也是感叹姐姐们究竟去哪了 厨子在一旁感叹男人这剑舞 简直比以前剑舞般舞的还要好 男人听到夸赞也是一笑了之 厨子突然想到还做着东西紧忙就回去了 高处的杀手见庭院只剩下男人自己 并且浓烈的酒气在这都能闻到 杀手意识到现在是个动手的好机会 随后掏出三棱刺准备斩杀男人 下一秒杀手纵身一跃 将所有暗器全部抛出 等杀手落地才发现所有的暗器都扎空了 这时上方传来一道声音 抬头看去这才发现男人在头顶 杀手突然笑了起来 随后掏出了个怪异的武器 武器浑身变红并且发出嗡鸣声 实际上是杀手的武器 红色的飞刀只想天气 面对飞刀男人却从容地被守候扯 接着掏出武器绑第二的白玉闪 我们向下一挥 刚才还急速冲击的飞刀瞬间失去动力 全部纷纷地掉落在地 杀手这才意识到自己的愚蠢 从一开始他就没把我放到眼里 不过作为杀手榜第二肯定也不是等闲之辈 杀手猛地消失在原地 再次出现已经和男人交手了三十回合 尽管多强烈的攻击全被一把扇子抵挡 二人在内弓上的差距太过悬殊 男人每次挡住攻击的时候 杀手都感觉全是气血在翻涌 如今只要停手杀手便会暴体而亡 杀手尽全力的一击再次被男人轻松挡住 男人说到没必要再浪费时间了 杀手的瞬间倒飞出去直接撞到后方的石头 随后感受到脊柱断裂并吐出一口淤血 男人打开扇子询问杀手的名字 杀手不懂这是什么操作 难道他是要给我立墓碑吗 而男人却说到你很荣幸能登上这把扇子 原来男人每杀一个恶人就把名字写到扇子上 如今已经有9999个名字 男人见杀手宁死不说便和上扇子 杀手察觉到杀一下意识说出故事 是太龙会零合成悬赏万两白银让我杀你 男人默默记下了这个名字 杀手以为说出雇主就会得以生还 但男人把刀踢到了杀手身前 面对想杀了自己的人男人怎会留手 杀手也知道男人的意思 便举起刀指向自己 男人表面是手持欲善的文弱书生 可仅仅一刀就能斩杀黑道帮主 还大放厥词要称霸整个黑道 可五大恶势力早已聚集在一块 商量怎么铲除男人 几人决定联合举行霸王会 届时打压那个矛头小子 要是不听话就直接当场攒罢 次日五大门派太龙会 北风剑狼 五毒门 暗魂门 鹰鸟门 纷纷带着各自心腹抵达男人的地盘 按照霸王会规定 每人只能带十名心腹进去 几人纷纷进入楼内 护法此时说到霸王会在二楼 但椅子只有六把 只能请各位的心腹在一楼暂留一下 几人脸色已经黑了下来 但也只能跟随护法上楼 刚到房间内 太龙会帮主就发现不对 随后其他三个帮派也为之一惊 只见屋内只放了六把椅子 这时太龙会帮主才想起 只有地位最高的 一般才会最后出场 几人没想到开始 就被那矛头小子摆了一包 一会可要好好敲打敲打 无毒会的老者却笑了起来 招呼几人先落座吧 五人都纷纷坐下之后 护法才说这就请班主过来 十分钟后 身着白袍的男人才缓慢下楼 几人没想到这么年轻 就称霸了西黑路 而且面对几个前辈丝毫不露起 男人最终坐在了主位 几人都虎视眈眈的看着男人 也没有人开口相互引荐一下 男人率先开口我便是陈绍涵 老江湖顺势恭维起来 恭喜陈班主首任挥血门 控制了西黑路啊 绍涵也是让老者有话指说 老者尴尬的笑了笑 真是后生可畏啊 话锋一转后生 你真以为挥血门的那些资产是你的了吗 想要站稳不仅武功要好 掌控力更是重要 绍涵也是非常认同这一点 老者继续说到 以前挥血门向各地输送忘忧草 而现在中断了我们五毒收入少了很多 而且以前的挥血门大量在我这购买毒药 我现在少了一个大金主 现在我要在你这进行忘忧草交易 不知阁下有何想法 绍涵叹了口气 说到底你就是想占用西黑路的一部分 地旁的暗魂门怒到小子在座的各位都是你的长辈 怎么能这么没规矩 绍涵听到这话瞬间被气笑了 直言别相的娘们墨体直接进入正体 几人面面相须开始交换眼色 而绍涵却观察到了此事 既然你们都在识眼色 那我给你们两个选择 一个是一个个伤被我打的 另一个是你们一起伤 然后一起死 可了爹娘的孤儿要称霸黑道需要几步 首先要找到一对同父异母的双胞胎败其为师 只因他们是黑道膜拜的四大恶人 其次要展现出应有的实力 最后将所有黑道帮主召集在一块进行讨伐 这时北风剑狼的帮主大笑起来 第一次这么开心的时候还是父亲被杀的时候 随后就要和绍涵比试一般 事前说好刀剑无眼要是死活伤与在下无关 剑狼说把将重剑举过头顶 猛的一下斩去 绍涵也是迅速拔出陪刀 众人看去绍涵已被剑光击穿起来 可等烟雾散去只见绍涵轻易地挡住攻击 这时几人才正式起绍涵 绍涵主动发起攻击 看似很轻的武器却直接将重剑砍出个口子 而且巨大的冲击力让剑狼难以抵挡 绍涵的攻击如同暴雨一般意志未停 剑狼是几人里面打斗最勇猛的 如今他都落下风那单挑 我肯定不是绍涵的对手 现在只能等剑狼制造破绽才能下手 暗魂和武毒意见相同 等有破绽二人立马冲出 剑狼也知道这样下去自己一定会输 只能开把门来输死一瓶了 剑狼拳风如同爆炸一样瞬间洗来 绍涵直接倒飞出去 没想到剑狼的体术这般强悍 武毒瞅准时机将体液飞速射出 暗魂也就是跟上 绍涵没料到他们竟会如此卑鄙 但随后便有了想法 先是反手抽出另一把刀加速皮下 武毒瞅瞰暗魂瞬间有了另一半 面对武毒的体液则任由打到身上 下一秒一雾瞬间烧烂鲜血也随着流出 武毒大笑一声成了 绍涵感觉浑身被掏空受伤的部位一直在蔓延 绍涵看着后面的两人 怒到你们两个还没决定吗 二人感觉有一种无形的威压 见二人还是一丝反应都没有 我们的医生振振煞气从绍涵体内钻出 伤口也随着愈合 爱人突然觉悟 绍涵这是在试探我们 他是故意中毒考验我们会怎么做 鹰鸟们率先跪下表示愿意追随绍涵 紧接太龙会也立马表达忠心 还承认曾派杀手刺杀属下愿意领任何惩罚 剑狼也被打负了愿意归顺 武毒则是被这几人弄懵了 大寒那小子中了我的毒必死 你们这是干什么 绍涵随后让剑狼 鹰鸟 太龙几人杀了武毒 武毒认为绍涵中毒一定疯了 随后又看向缓缓朝着自己走来的几人 带有哭腔的大喊那小子马上死了 你们这是做什么 几人并未停下脚步而是纷纷抽出武器 武毒致死都没想明白 明明那小子中毒了为何还生龙活虎 绍涵将所有杀其外放 背后瞬间形成了恐怖的巨兽 武毒看见那巨兽瞬间明白了 这是四大恶人中的独魔大公独有标志 自己居然惹了这等人物的弟子 只怪自己目中无人死而无憾了 几人合力击杀武毒后向绍涵行礼 可他脸上却写满了不悦 是四大恶人中唯一的女性 被世人成为妖魔大公的他已经八十多岁 可皮肤和体态却如同少女 听说为了将此状态保持下去 他不仅杜绝男色保持处子之身 还收留了成百上千的姑女 并将自己一身的本领传授给她们 可谓女人列四大恶人 怎会如此行善积德 绍涵统一五大黑帮后 第一件事就是将众老大召集起来 许问谁知道二十多年前 见五门面门事件 原来绍涵一直在思念以前的姐姐们 泰龙会支支吾吾的好像想说点什么 可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 绍涵看到了这一现象 让泰龙会帮主但说无妨 属下只知有一些最底层的五姬 被四大恶人之一的妖魔大公带走了 绍涵听到是四大恶人顿时一颤 他的师父也是四大恶人中的独魔大公 心狠手辣至极甚至拿活人做实验 绍涵神色异了 泰龙会帮主你是想看我和妖魔争斗 这才故意说这番话的吗 泰龙会顿时大惊连续说了几个属下不敢 还发毒是要是您和妖魔大公打起了 属下必定会为您赴汤蹈火 绍涵接着询问有人知道妖魔在哪吗 几人商讨一番 最终剑狼听闻有人在长安黑道见过妖魔 而绍涵知道此妖魔 只收美丽的女子为徒必须还得是厨子 要是尸身就会被他残忍杀害 他会因为一个人太美就把那人除掉 也会因为不懂礼数就除掉 总而言之他想杀就杀完全随心所 虽然说是徒弟但妖魔并不会传授武功 他只为了自己能勇搞青春 才教会那些女孩一点内心功法 等时机成熟直接吸食他们的精气 绍涵知道事不宜迟只能尽快出发 长安黑道青梅水楼内 绍涵独自一人依靠在亭边 已经来到此地一个月了 还没见到妖魔的一点滚迹 而绍涵听师父说妖魔每一个月都会吸食一名弟子 这是一道女生突兀的传来 公子您为何要对阅读影呢 绍涵头也不转的怒到滚原底 女子顿时羞愤难耐 转身就大步离开了 女子轻声喊道大师姐 又有姑娘被那位公子拒绝了 这都是第三十个了 对面的师姐则是让小师妹别管这些喝酒了 话虽如此 但师妹眼睛一直盯着男人 师姐则是若有所思地盯着酒杯 下一秒则是一饮而尽 师妹看着不同往常的师姐 担心地询问是出什么事了吗 只见师姐眉头紧皱 师妹你见过以前那些师姐是怎么死的吗 师父不是说被四大恶人中的色魔抓走了吗 或者是不幸遇见白道的高手遇难了吗 师姐则是长叹了一口气 心里想着这么久以来 自己也没见过师姐们的死状 师姐们会不会是被师父杀害了 此时又来一名女子 女子冷声督促师姐速回山门 大师姐抬头望去原来是师父最喜欢的二师妹 二师妹说到师父满山在找大师姐你呢 而大师姐则是晃了晃半壶的清酒 让二师妹陪自己喝完就回去 二师妹知道大师姐的臭脾气只好坐下 小师妹八卦地问师姐 二师姐这么高冷 而且以前还是跳剑舞的所以不合群吗 少涵顿时一惊 再次听到有关剑舞的讨论 一道不合时宜的男生突然插入几人的谈话 少涵问道我能与你们和谐吗 大师姐冷笑一声这是她听过最臣服的话 小师妹则是害羞地说师父不让我们靠近男人 听到他们师父不让气靠近男人 少涵意识到几人可能就是妖魔的徒弟 少涵看向二师妹 这位姑娘看起来不大可能是我被掳走之后加入剑舞班的 大师姐看少涵一直盯着二师妹也是打拒刀 既然是看上小妹了那就请坐吧 少涵得到允许后也是大方做起 你小子是干什么的来的目的是什么 少涵直言是来找姑娘的 大师姐眼神一冷 怒到你把我们当什么人了 少涵知道对方误会自己了 紧忙开始解释 我是从弦乐剑舞班来的 别名叫孟儿 不知道这位姑娘是否记得这个名字 二师妹神情突然慌乱男男到孟儿 难道你就是孟儿哥哥 这是一道暴怒的女生从天上传来 胡尔们你们在哪 是穷凶极恶的四大恶魔 已经近百岁的她不仅相貌美丽 皮肤更是细腻嫩滑 而且大发善心收留孤苦无依的女孩 并将自己的一身本领传授给她们 但要是女孩们靠近男人失去了处子之身 她将不念师徒情分直接将其斩杀 少涵历经万难中找到剑舞班的遗孤 二人畅谈许久从近剑舞班到拜师 也得知了他们的师父是四大恶魔中的妖魔 少涵接下来的一句话令三女震惊 你们师父应该说到只有完毕之身 才可修炼本文秘法真玉神功 小师妹大惊你一个男人怎么知道我们的秘法 少涵温怒道你们不知道妖魔会从你们身上吸取内功吗 二女从未听过还有此事 少涵再次强调道 不仅是内功就连精气也会被一起吸食 而且功法的原名是真玉魔功 最终你们会失去生气变成一具皮包骨头的尸体 小师妹根本不相信少涵的话 怒道这家伙分明在污蔑师父 师姐你们说句话呀 而师姐们全部低头不语好像都知道点什么 下一秒空中传出刺耳的声音 二师妹让少涵赶紧躲起来 是师父来了 少涵则是一动不动 反而举起了酒杯给自己倒了杯酒 二师妹见少涵还不跑也是心急如焚 这时妖魔也是踏空而来 三女立马下跪参拜师父 妖魔看着少涵 随后带有怒意地询问三女 这个男人是怎么回事 大师姐为了保护少涵 便说这个灯徒子突然拿着酒杯要跟我们姐妹喝一杯 我正要赶她走请师父不要担心 妖魔侵灭道真的是这样吗 既然敢纠缠我的弟子 那本美人就送你一程吧 听到此话三女的心顿时一缠 而少涵依然在给自己倒了杯酒 妖魔一个闪身来到身后 少涵让其滚圆点 你那浑身骚味已经恶心到我了 妖魔不气反笑真是个愣头青 下一秒就将自己的腿直接靠到了少涵身边 随后夹着嗓子说到怎么杀了你才能让我舒服你 少涵则是一直盯着妖魔笑说声 妖魔以为他已经完全折服自己这俊俏的脸庞 转眼间少涵冷不丁地挥出一场 妖魔反应迅速也补出一场 剧烈的爆炸直接让少涵倒飞出去 妖魔没给少涵喘息的机会 择出武器绑地时的白龙边 但被少涵轻松躲 少涵趁机跳到屋檐之上 妖魔带有欣赏的眼光看向少涵 你是第二个躲过我这边的 少涵被手握住刀骨 妖魔看着少涵的武器一脸差 你这是双月弯刀 你是毒老魔的弟子 可妖魔不知道的是 少涵还是一仙的弟子 而他们四大恶魔唯一敬佩的就是一仙 三女听到是毒魔的弟子也是相当震惊 虽然师父也是四大恶魔之一 但毒魔那是比师父还要强一个等级的存在 随后妖魔便让毒魔现身 你我二人许多年未见了吧 少涵让妖魔别叫了师父并未在这 妖魔才不信要是毒老魔不在 你个愣头轻敢这样挑衅我 少涵冷笑一声 比这种废物还要师父出手吗 妖魔瞬间大怒 使出全力一击砸向少涵 可少涵好似提前知道一般早早离开了原位 接下来的几边妖魔还是一边未主 但周围的建筑已经崩溃一窥 而少涵则是轻飘飘地落在妖魔对面 妖魔使出阿威十八世 这一边直接重重地砸在少涵身上 少涵吃痛直接倒飞出去 像甜美的妖魔位于四大恶人末尾 平时不仅收养孤苦无依的女孩 还传授门派禁忌秘法 但唯一的一点就是强烈禁止女孩们恋爱 一旦女孩们靠近男色失去了厨子之身 妖魔则会展现出最害人的一面 而少涵却不怕死地主动接触妖魔弟子 妖魔在得知后瞬间来到此地 直接一鞭子重重地砸在少涵身上 巨大的冲击力直接将其打飞出去 同时妖魔也通过武器也知道了少涵的身份 是同为四大恶人排名第二独魔的弟子 少涵借了一个后缓 再用弯刀直插地板这才勉强站转 此时少涵才意识到四大恶人是如此强悍 妖魔没给喘息机会再一次急速挥出一边 长边如同有了灵魂一般直冲少涵面门 少涵左手用力直接带动全身迅速旋转进行躲避 可即使这样右臂还是被长边划伤 妖魔再次抽出几遍 少涵表面是全部倒下攻击 可怪异的是身体各部位都受到不同程度的伤 少涵顿时急了直冲妖魔 想通过拉近距离来让长边失去作用 可这点小心子早已全被妖魔失误 只见白龙边浑身上 此后妖魔朝着自己面前猛然重击 龙烟顿时四起将战场淹没 三女从没见过师父使出这招 妖魔此时却倍感意外 只见少涵居然还有力气支撑起来 妖魔此时带有玩味的样子看着 少涵感叹不亏是四大恶人 无论是战斗技巧 还是星星都是上乘的存在 但这种战斗才算是真正意义上的原因 妖魔还以为少涵傻了这种情况 还能笑得出来 感觉到一丝危险的妖魔便决定速战速决 下一秒白龙边再次泛红还伴随闪电 面对突来的进攻 少涵举起双刀进行防御 在长边来的瞬间用刀进行抵抗 这等情况下少涵只能一味地防守 被挡住的长边开始乱弹 一旁的剑柱已然是残序败的 而妖魔也发现了此状况 瞬间将长边甩到最后的支撑点 随后猛然往后一拉 整个剑柱瞬间失去支撑轰然倒塌 而倒塌的地方却正好是少涵的位置 阵阵浓烟肆意地布满现场 妖魔感叹毒老魔教出的弟子也太水了一点 下一秒两道毒气从烟雾中冲出 妖魔见如此强的毒气以为是毒魔出手 即刻调动全身真气来进行抵抗 即使这样也被巨大的威力击飞出去 妖魔感叹十年未见这毒魔还是这么拔 此时一道黑色身影伴随着紫光出现 下一秒妖魔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只见少涵好似变了被人浑身的气息 都变得极为陌生 少涵一个后撤步双脚站了头 送发两道充满毒的刀气 这次妖魔也不敢大意直接命 刹那间巨大的红色脂膀绝地而起 将少涵的刀气显得小的可 可就是这样小的刀气 却将妖魔逼得直冒冷汗 下一秒风道突然破裂 刀气直冲而来 但此次只是消掉了妖魔的法式 刀气没有丝毫消散的意思直冲后面的剑筑 妖魔看着背后的剑筑新生一丝骨子 他也意识到少涵之前隐藏了实力 而少涵却第一次露出如此圣人的想法 下一秒原地消失 以极快的速度冲向妖魔 并且以诡异的身法躲过妖魔的攻击 妖魔此时如同看见了恶魔 这身法是一线的天罡部 为了避免精神作战妖魔也不管三七二十八 直接往身前砸去 等烟雾散去只见少涵被打退机密 少涵说到你那充满罪恶的肉体 就交给我师父来是毒吧 此话完全惹怒了妖魔 用长边紧紧锁住少涵的武器 随后用力地往后一甩 少涵整个人失去动力直直地往前飞去 妖魔此时也动身了 想要一掌直接了解这个不知死活的东西 可这时少涵却主动松开刀柄 任由武器飞向妖魔 妖魔也是艰难地躲开这次一轮 等再次转头只见少涵的手掌 少涵一把抓住那妖魔纤细的脖子 手掌如同浅子一般死死的家境 下一秒只听清脆的一声 妖魔瞬间不再反抗 二女此时疯狂地刷新三观 少涵随后重重地往下一手 妖魔直接静止地摔下 接着以一种怪异的姿势颤抖抽搐 至此江湖上仅剩下三大恶人 次日夜里几人再次齐聚讨论日后的去向 这时二师妹问到少涵 怎么会成为毒魔大公的徒弟 而少涵则是说自己一世贪婪被掳走了 地旁的小师妹问到 毒魔大公也是很可怕的存在吗 少涵说起毒魔比你们知道的更为可怕 她毕生执着于毒药的研究 而且会用活人作为尸毒对象 而我一开始就是被她用来尸毒 三女纷纷露出惊恶的神情 当时她把我困在一块木板之上 用银针封住612个升血 再让毒物钻进我的108个死血 还将我泡到万毒缸里折磨 但意外的是我居然全都扛了下来 少涵警告三女日后 不要透露出我们是恶人的弟子 江湖上无论黑白无人会欢迎我们 说完少涵便起身准备去休息 让几女慢用 少涵吞去衣物泡在温泉内长探了一下 虽然与妖魔一战受了很多伤 但大部分已经愈合 但泡一下温泉效果更加 少涵此时想到要是告诉师父们 我独自一人杀了妖魔 他们会是什么反应 这时身后的门突然打开 随后进来几个文猫画虎的壮函 最终站到少涵的对面 一个看似小头目的人向少涵致 拜见色魔大公 原来少涵在长安黑道和妖魔这一战的全过程被人看见 随后向当地黑道禀报 据说色魔大公带着酒去纠缠妖魔大公的弟子 但恰巧遇见了妖魔大公 于是二人就打了起来 还将著名的建筑打烂了 地头蛇询问确认是色魔大公吗 小弟坚定地说是 此人有打倒四大恶人之一的实力 还故意接近美貌女子 而且那些女子最终都跟着色魔大公走了 地头蛇也知道色魔最善一轮 四大恶人这才沉寂了一段时间 就赶来本大爷地盘肆意妄为 之后便派手下好好探望一下这位色魔大公 所以才会有这一幕 少涵怒到你的疯子 你说谁是色魔 头目心底一颤难道判断错了 少涵起身后众人全部心惊胆战地盯着前方 只见少涵身上遍布战斗的痕迹 头目见如此多的伤痕肯定是身经百战 难道阁下是狂魔大公 少涵靠近头目怒到简直一派胡言 头目低头一瞟 随后羞涩地说您还说不是色魔大公 下一秒整个酒楼充斥着惨叫 深深处两人找到已经藏匿起来的妖魔尸体 其中一人感叹着妖魔及时死了 也是俨然美丽啊 一道沙沙声突然传来 二人紧忙朝着声音方向跪下 一道破空声响起 再看妖魔尸体旁边已然出现具身影 此时一名弟子禀报据说杀害妖魔的是一位少年 武器是双刀和一把铁扇 男人沉思片刻 妖魔的尸体没有伤口 应该是那人在打斗时故意扔掉了兵器 让妖魔掉以轻心 然后又突然折断了他的脖子 男人轻笑一声 看来魔仙他们二位培养出来个怪物 弟子询问您说的魔仙是什么意思 独魔还有个同父异母的双胞胎哥哥 逼仙比独魔更狂更疯 曾经独魔坠入武林盟主设下的陷阱 那时两败俱伤 但独魔受伤更重 此时一个白衣人忽然从天而降 用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手段将武林盟主救了回来 而独魔质问为什么要给其疗伤势 毕仙也未动摇一分 只是将那里的所有人全部使劲 最后才抱着独魔离开了 那时候我就意识到 毕仙身上的那种狂气 是我们四大恶人无法比拟的 现在真的好想看看他们教出来的徒弟是什么样子 邵涵本是四大恶人悉心培养出来的弟子 可下山后就抹杀了四大恶人之一的妖魔 如今又被同为恶人的色魔觊规 而色魔出了名的男女通吃 出入美貌女子的闺房 如同回自己家一样简单 邵涵得知后却想利用妹妹们 引出色魔先下手为强 并承诺不必担心我会保护女 这时手下跑来说有更好的主意 四日清晨邵涵被一声声欢呼吵醒 只见外面已经搭起了戏台 台上的戏子正在卖力地表演 此时二女也被这一幕吸引 小师妹嚷嚷着要下去看看 台上的人见邵涵也下来 贪眼得更加卖力 三女也是对其表示赞赏 戏子朝着邵涵致敬功赢班主 随后说到自己要开始演恶人赚代出戏了 邵涵文言一笑请开始吧 戏子眼神冷说到那就多有得罪了 绍涵一愣这话什么意思 戏子没等邵涵反应喝了喝嗓子 陈绍涵你的老狗赶紧给也滚出来 台另一边一道手持扇子的身影闪现出来 再看此人和陈绍涵同款一戏白衣 下一秒一个大跳直接到戏台之上 只听刷的一声将扇子打开 眼神犀利地盯着前方 郑重到我就是陈绍涵你是何人 见陈绍涵这样子台下众人瞬间大笑 一旁的女人也是没忍住笑了出来 绍涵这才知道为什么刚才会说得罪自己 戏子大喊你放屁 陈绍涵并非你这般丑陋之人 随后剑指陈绍涵让他快哭 陈绍涵怒道你是何人 戏子垂了垂胸口 本大爷就是四大恶人中的狂魔 原来是狂魔前辈不知前辈找我做事 狂魔怒道是你杀了妖魔小剑吗 我要剁了你然后生吃你 此时又有一袭红衣的男人闯落 净直地落在二人中间 为妖魔报仇怎么能少了我色魔大功呢 观众一听是色魔纷纷大喊快哭 真是个晦气的家伙 色魔的扮演者大喊都给我闭嘴 随后色魔表演了一种狂魔动作 紧接妩媚的说道不闭嘴我就进来了 可台下的众人不吃这套依旧骂到快哭 但是三女却觉得即使是演戏如此调侃色魔 真的没事吗 台上色魔突然转身说道先教训谁比较好 紧接咬着手指一脸妩媚的看着绍涵和狂魔 下一秒直接向两人飞扑过来 可这是一个飞镖从远方急速飞来 绍涵反应迅速闪身抵挡 同时也发现了飞镖的来象 于是急速朝着飞镖的方向冲去 只见一道红光在屋顶快速逃跑 最终逃到了小屋内 男子想到他们竟敢如此嘲弄是否 这时绍涵也来到了屋内 男人不由分说直接挥出一击 却被绍涵躲避的同时一道斩杀 这时一道刚猛的剑气直冲绍涵 趁着爆炸的余光来人将暗器全部抛出 只听几声铁器碰撞的声音 再看那人早已逃跑 下一秒绍涵如同鬼魅一般出现在身后 此时一道X型的剑气刚好劈来 绍涵只好放弃追捕举刀进行防御 刹那间一道长边紧紧缠住男人的脖狗 强大的力道直接将男人拽到地上 紧接直接踩到男人的肩膀 怒问到色魔在哪 那来了 绍涵独自面对四大恶人中的色魔 却气定神闲地坐在一旁 但接下来色魔的一句话弄得绍涵接近破坊 色魔看向绍涵轻叹一声 随后夹着嗓子说看小兄弟有着这近乎完美的身材 晚上等我好好奖励一下你们 绍涵想到了所有会发生的事 随后一阵恶心 色魔这时怒问绍涵 为何身为独魔的弟子却要杀害四大恶人 难道你想成为侠客再将你师父杀死吗 绍涵不想与这四有口舌之争 这时窗外突然有人喊到色魔的名号 我们已经布好了天罗地网 若你乖乖脱了裤子可以饶你一命 但是今晚你要好好伺候本大爷 绍涵根本没想到他们会如此嘲弄色魔 而色魔此时已经充满了怒气 那鼠辈居然敢如此嚣张 只见色魔猛然一躲 酒杯顺势飞起 本时依靠在桌边的配件也被震到面前 色魔顺势往下一展 却被绍涵轻易躲开 以速度著名的色魔下一秒消失在原地 只见场中激起一道红色闪光 面对如此惊人的速度 绍涵只能单方面防御 好不容易找到一个破绽进行徽斩 但却被色魔那诡异的身法轻松规避 而且是酒杯倒地破碎 这足以证明刚才二人的较量速度之快 色魔此时也知道平力量不是对手 只有速度上自己才是优势 下一秒只能看见一抹红色身影 户外的三人看色魔跑了出来 也不知道自己要做点什么 而色魔却一眼就锁定了目标 三人被这充满杀气的眼神看得发毛 下一秒一道剑气直冲而响 几人的眼前瞬间出现了以前的走马灯 剧烈的爆炸激起周围的烟尘 等烟雾散去才发现是绍涵底下的剑气 没等几人反应绍涵再次飞身出去 二人大喊感谢班主 而色魔却尖叫着打烂他的臀 听到这话二人无语地看向色魔 色魔看着紧追不舍的绍涵也是嘲笑一番 就凭你这骆驼一般的轻功也敢挑衅 色魔此时看到前方聚集了一众平民 直接加速冲向这些平民想要绍涵付出血的代价 可这些平民下一秒纷纷跪底 拉下木桶旁边的草手 木头刹那间动发出蓝色花火 2024发子弹整齐地朝着色魔洗来 色魔意识到不对 只好接立一灯旁边的剑筑 让自己往后倒飞出去 色魔此时准备掉头反跑 左旁的窗户只嘎一声大开 从里面射出无数的飙手 色魔的心里已经将绍涵全家骂了一面 只好使出千斤坠迅速落地 此时马蹄声踏过而来 只见绿帽红面敌男人骑马而来 一副戏腔的大喊色魔小儿内命来 色魔一脸不可置信关羽 而关羽喊到无来为慈禧报仇 色魔杀那间怀疑了自己的耳朵 可如今却被一句话弄得暴躁如雷 关羽的乱入让色魔猝不及讽 尤其是嘴里还喊着要为慈禧报仇 色魔勉强躲过这突来的攻击 并将青龙眼月刀斩断 关羽见宝刀折断瞬间爆喝起来 恨不得活吞了色魔 色魔开始正视起来眼前的关羽 但关羽却骑着绝影急速从一旁跑 只听见戴安温湖久在来 色魔正一头雾水时 一道木剑从远处飞来 色魔轻身一跳优雅地躲 但背后的冒凯却身受重伤 等色魔抬头望去 却发现黄中出现在屋底 此时他的心里真的犹如万马奔逃 黄中拉弓蓄力 下一秒一道凤鸣声窜出 气急的色魔想要直接斩杀这群精神病 随后挥出的剑气直冲黄中 刚才还气势汹汹的剑气 轻易地就被绍涵山消散 黄中此时从背后掏出个带火龙果的剑 随后拉满弓剑带有哭跳地说着 终于可以为貂蝉报仇了 色魔愁视问绍涵 为何找这些疯子来折磨我 绍涵并未回到 只是露出了迷人的微笑 下一秒火龙果剑 以极其诡异的姿势重来 只见剑如闪电一般冲来 在距离三米的时候轰然炸开 色魔挥出一掌 想利用掌风击溃毒 但毒好似有意识一般全部堵开 以各种刁钻的角度 钻入色魔的体内 色魔这一秒顿时感觉 头皮如针扎一般 这毒里居然还含有麻药 就这样色魔完命地逃 绍涵拼命地追 在湖岸边的稻草内 发出阵阵唏嘘声 回首的头头说到 绍涵马上来大家准备好 等色魔来了的时候 大家用长枪偷袭 同时还要以复仇的名义 喊出心爱女人的名字 这时色魔突然到来 头头大喊就是现在向她扔枪 身后的众人齐刷刷地投出镖枪 但却被色魔借力逃走 头头强调要喊出女人名字 翠芬我要为你报仇 我为建国报仇 我为小芳报仇 头头很满意现在的形势 随后也要支出手中的标枪 但突然想起自己并未谈过恋爱 连和女人说过话都没有 想到自己的失败怒喊一声 我为隔壁张奶奶报仇 逃跑的色魔此时跳到树枝上 随后转头看向头头 而她看着色魔的眼神心头一颤 色魔恶狠地说你刚才说张奶奶 接着感叹这次怎么变得杀气凌远的 下一秒色魔转头冲向头头 建国也就算了 隔壁老奶奶也搬出来说 这分明是对自己的潮梦 色魔顺发出一道剑气 却没碰到头头时就产生了爆炸 等烟雾散去才发现是绍涵抵挡了此次攻击 绍涵此时意识到色魔的内心已经被张奶奶打乱 二人同时起步 下一秒色魔持剑劈下去被绍涵抵挡 而接下来的战斗只能看见两道光在水面上爆炸 短短的几秒内二人已经对战了上千回合 最终也是找到了个屋檐稍作休息 暗边此时汇集了所有人 绍涵表示你要继续逃跑他们便会一直追捕你 只有与我正面交锋他们才会停手 色魔听到这缓步的往前走了紧 随后身上的气息陡然变缓 下一秒没等绍涵直接刺穿而来 完了 绍涵被色魔一箭刺伤 早准时机的色魔使出不死斩披下 绍涵凝聚真气才勉强抵住 但剑具却被巨大力道的震满 二人随后也是越打越快 肾上腺素直逼着双方的大脑 下一秒剑住的屋顶轰然倒塌 巨大的烟雾直接划分了战场 绍涵朝着色魔走去 嘴里说到四大恶人之一的妖魔就是死在这里 色魔却没把这话放到心上 还笑着说这又如何 绍涵静直地走到色魔对面 色魔此时带有吟笑地看向绍涵最脆弱的地方 绍涵掏出师父送的双月弯刀 色魔知道绍涵是毒魔的弟子 下一秒刀飞出去保持安全距离 现在他已经怀疑绍涵要开始用毒了 逼或者自己已经中毒 绍涵将武器刀柄对齐 随着双手逆方向拧动只听咔嚓一声 下一秒两把武器严丝合缝地合在一起 好似这把武器就应该是这样 随后武器周围凝聚出阵阵的毒烟 色魔意识到不妙 上一次见到满月的时候 还是他们四大恶人征排行的时候 可如今他培养出来的怪物居然已经将武器合二为一 绍涵下一秒消失在原地 色魔寻找半天猛然听到头顶有动静 抬头望去才发现绍涵他已在十米的半空 绍涵利用下降的冲力将火中武器陡然丢下 此时的满月在半空划出一道完美的弧线 感受到死亡的色魔也不惜损耗兽源使用禁术 无数的剑气凝聚成一条火龙直冲天际 但刚接触满月时火龙瞬间消散 而满月的速度丝毫未减直冲而下 下一秒只听一声惨叫车天响地 最终引起巨大爆炸 远处的几人被余波弄得勉强战略 等烟雾散去只见满月远远的直插地面 这时绍涵才落地 弯腰捡起这一宝刀 地旁的二师妹敢看绍涵实力居然这等苦 手下们也是对绍涵抱起了敬畏之心 绍涵拧动武器发出咔哒一声随后一分为二 而被砍断手臂的色魔俨然倒地失去战斗力 在这一战中绍涵也是总结出不少的经验 在战斗中心理战尤为重要 而心理战的基本法则就是让对方产生恐惧 对任何人都要隐藏实力 最后的底牌只有自己知道才算是退 如此以来才能走得更远变得更强 随后绍涵问到色魔 你们乐人中的老大狂魔在哪 但色魔此时已经身体发应 绍涵感叹这死得也太快 下一秒朝着色魔释放内力 顿时产生了剧烈的爆炸 这一战暴露的太多 只有毁尸灭迹才好收手 绍涵猛然回头看向岸边的众人 众人都下意识地咽了一下口水 这群人也看到了我的绝技 也只好这么办了 但最后还是理智战胜了 毕竟这些人都是自己的挚爱亲朋 众人看绍涵微微一笑才敢喘了一口大气 隔天绍涵带着三女回到了老家西黑路 二师妹感叹这里发生了好大的变化 绍涵也符合到我刚回来时也觉得十分陌生 随后问向师妹是否记得道坤 二师妹笑道难道他也在这里吗 绍涵领着三女来到了闲月楼 二师妹回忆到以前建武班就是在这 随后思绪万千的男男到以前建武班的姐姐都去拿了 下一秒大门打开七八个人一窝蜂地涌了出来 绍涵顿时瞪大了双眼怎么会这么多人 护法此时开心地向绍涵打招呼 绍涵看到护法一股亲切感由心而发 但是一旁的那些人全都是生命狗 而且哪来的这么多孩子 随后护法让绍涵赶紧进屋说是有惊喜给他 但没等绍涵进屋一个身着红衣的女人从屋内出来 这是一旁的男人开口让老婆赶紧去 女人随后快步地跑向绍涵 下一秒整个人直接扑到绍涵的怀里 一笑圣把银刚照 有孔相逢是梦中 绍涵看着眼前的女子 忽然万种思绪涌入脑海 回忆起儿时的自己 那时的绍涵身为孤儿非但没有饿死 还被红极一时的剑舞般收留 并让绍涵感受到了家庭的温暖 还记得第一次被姐姐背起 作为小男子汉的绍涵表面纵是万般不愿 但被背起来时心里的暖意却是抑制不住的疯狂生长 还有第一次握剑时生怕弄伤别人的小心翼 甚至他会故意弄伤自己 只为了想看姐姐们替自己着急的样子 可是事难料 灰血门得知剑舞般女人的美貌是天下第一 为了得到女人们不惜抹杀所有剑舞般成员 而绍涵却因和姐姐吵架外出才躲过一劫 等回去才发现遍地横尸 和一碗已经冰冷的面插粥 至此绍涵仍有故乡但再次没有嫁了 种种的回忆化作一声孟儿将绍涵拉回现实 看着眼前欲语泪先流的女子 绍涵小心翼翼的喊道恩惠 姐字还没喊出来 只见恩惠瞬间抱住绍涵 上万种重逢的话语 却只说出了孟儿你还活着 而绍涵眼神第一次是如此的柔情似水 这一刻像一个孩童一般抱住恩惠姐 闯荡江湖已久的几人 此时眼泪也是止不住的流 谭月浑身颤抖的小声问道是姐姐吗 而这细如闻声的一句姐姐 却吸引了恩惠的所有注意力 随后声泪俱下的试探问道你是谭月 这一刻谭月的眼泪怦然涌出 好似在诉说十几年内自己受到的所有委屈 下一秒恩惠仅仅一把抱住谭月 并轻腻地喊着以前的名字 恩惠越抱越紧 生怕松开眼前的人就会再次离去 这一幕让同位姑女的二人也抱有幻想自己还有在世的亲人 恩惠的夫君看着这温馨的一幕 也是触动了心底最柔弱的地方 少涵主动向大汉行礼在下陈少涵 大汉也回礼道陈班主 我听说了很多关于您的事情 憨笑着介绍道自己是冷面鬼大山 您说话不必举属 少涵听着名号甚是耳熟 片刻间少涵想起了此人 是唯一出手帮助剑舞般对抗灰血们的人 这时男童问道父亲这人是谁 少涵一笑我是你们的舅舅 地旁的护法见天气变凉便招呼众人到屋里再许 屋内突然传出一声男人的尖叫 您说您杀了色魔和妖魔 四大恶人被您灭了两个 随后少涵不以为然地说以后长安黑道也是我们的 护法不可知心地看着少涵 这几条信息单拎出一条都是响彻天地的 这是一道温婉的女生问道在忙了忙 少涵应答道不忙 护法很有眼力进的说锅里还有个鸵鸟自己去看看 二人在门口互相行礼后 恩惠走到少涵对面 随后打去到准备好听姐姐唠叨了呢 少涵微微一笑回道是 恩惠坐下的第一句话就是孟儿我很担心你 你这条路有多么危险你也知道 你从小就善良我感觉这条路并不适合你 而恩惠却不知少涵早已不思念少时 在恩惠的基业里 少涵永远是那个拿不稳健的小孩 即使多次教他都学不会的笨小孩 就算自己骂他都以为是开玩笑 恩惠见少涵没有反应 温怒道你有在听吗 随后少涵的嘴角忽然向上 好似在享受有人关心自己 可却把恩惠气得够强 难道姐姐的话这么好笑 随后少涵缓缓的一句话震惊到了恩惠 恩惠姐我现在已经是恶人了 甚至很早以前就算是了 四大恶人的独魔大公是我师父 而且我杀了灰雪门和五毒门门主 为了带谭月回来却来了一趟长安 在那里我杀了妖魔和色魔 恩惠知道这些人都是该死的恶人 但一心怕少涵被人报复 少涵继续说到四大恶人被我杀了两个 狂魔必定会疯狂的追杀我 听到狂魔恩惠也是意识到 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 少涵则是郑重到 如果我不变成恶人 怎么会有办法对付他们 又或者说怎么保护你们呢 听到这女人开始颤抖起来 下一秒一滴眼泪不自觉的滴落 随后像一个做错天大的事的孩子 一般哭了起来 自己明明是怕你受到伤害 只是希望你能幸福 但如今自己却像多余了一般 少涵随后向着恩惠伸手 随后握住手安慰一回 少涵也知道恩惠姐这是为她好 恩惠此时心情好多了 随后少涵说起了拜师的故事 独魔师父还有一个 同父异母的双胞胎的一仙哥哥 如果我中了独魔师父的毒 一仙师父就会帮我解毒 但只有我快死的时候才会被救活 往返数百次才会停下 为了竞争 两位师父拿我的身体来证明彼此的能力 因此我下定决心要活下去 并和他们培养感情 让他们没办法杀我 我疯狂地努力讨好他们 什么事都医着他们 为了逗他们开心还编了很多故事 许久之后的某一天 独魔师父好像在决定什么天大事 我便主动询问什么事情 让你老这么丑 我炼制出一个欺毒 你可能承受不住会死 而我却说没你我早已经死了 尽管来就好 随后师父牙医咬怒骂 自己太过分 最终便离开了 等师父离开后 我才敢笑了起来了 这证明他们已经不想杀我了 在那之后 他们二人开始教我武功和用毒 恩惠听完也感叹 他这个弟弟果然不简单 那白了 少涵名声大噪后 引来杜撰英雄宝的诸葛世家 还说只要付出三千万两白银 就可以将少涵写成 是杀了四大恶人英雄 少涵反问道 不给你们能怎么样 诸葛文眼色异冷 那我们只好把您写成 为了争抢地盘 肆虐屠杀的恶人 还会写出您是毒魔大公的弟子 少涵冷言我付钱就是大侠 不付钱就会变成恶人 届时就会成为 所有白道的敌人是吗 诸葛文并未回答 只是冷笑了一声 少涵则是掏出白玉扇 还一直夸赞少涵做了正确的决定 片刻之后 诸葛文感觉一股燥热席卷全身 瞳孔逐渐缩小浑身 也冒出翩翩冷汗 只听砰的一声 二人纷纷倒下 一直过了两天半后 诸葛文才逐渐有意识 随后快速查看周围的情况 这时少涵身着一袭黑色长袍 走了进来 掀开小桌台上的白布 里面罗列了各种圣人的拷问工具 少涵精心挑选出一把牛子刀 还没谈过对象的诸葛文 此事彻底慌了 我的诸葛军师 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诸葛文是个聪明人 知道自己处境 瞬间懂了陈少涵的意思 是要和自己合作 随后问到班主 你有什么想知道 我都会陪我 少涵让其写出白道联盟 所有高手的名单和武功境界 诸葛文刚有所迟疑 就被少涵打飞出去 静止地撞在墙上 少涵怒到在浪费时间 你就可以永远闭嘴 诸葛文含糊不清地说懂了懂了 见少涵欲要离去 诸葛文大喊 陈班主我弟弟是否活着 少涵则是回头一笑 并未做停留 而诸葛武这边早已满脸通火 只见他在一个小广场上 被众人围了起来 心里怒骂这该死的陈少涵 竟然把我当成陪练了 刀台上的少涵让最勇猛的出来 人群中走出一名轻壮男子 只见脚底猛然发力 整个人急速冲出 本是木剑却被男子用成了刀法横斩 诸葛武以一种诡异的身法旋转堵开 随后猛然踹出一脚 在男子倒地后 诸葛武立马跟上响补上最后一击 这几日当陪练的他已经忍够了 少涵见势头不对 不知从哪捡了颗小石子 小石子刚逃离少涵的手指 就犹如一把利剑一般直冲 仅仅一颗石子就将诸葛武的重击划几 夜晚少涵来到地角 看着已经列举好的白道武力排行榜 其中天下人这一等级引起了少涵的注意 诸葛文解释说天下人顾名思义 乃是天下第一人 是你这个恶人惹不起的存在 暴躁的少涵直接提起诸葛文 因为你的一句话我会向诸葛世家宣战 那是所有黑道惧怕的诸葛家族 不仅江湖上大小所有是他们都会第一时间知道 还是撰写江湖英雄榜的正道门派 可如今却想把恶名招住的陈少涵 洗白城是斩杀恶人的大侠 但少涵却直接将诸葛家代表囚禁在地牢内 还扬言要向诸葛家宣战 近乎在同一时间 江湖上所有门派的门扁上都扎上了一根利剑 而剑的前端绑着一个布条 达一将布条解下交给门主 而布条上面的信息让门主震惊 诸位在下陈少涵 相信你们都被诸葛世家找过 他们提议将我打造成大侠 并可以加入白道势力 但代价是三千万两 如若不然就会成为所有白道的敌对势力 我手上还有诸葛家勒索的证据和证据 还请受到诸葛家威胁 或者交了钱财的人跟我联盟 无法以武力相助也没关系 请帮助我传播此条消息 而我陈少涵则会进攻诸葛世家 隔天夜里少涵一袭黑衣地站在悬崖边上 而下面灯火通明的就是诸葛世家 此次和少涵前来的还有一众的能人意识 少涵嘱咐到你们只需解决杂兵就好 切记勿受伤 诸葛家门主我亲自对付 众人听到后战役瞬间充斥着全身 少涵一声令下众人猛然一踏 快速接近诸葛世家的大门 抵达合适位置后少涵事意停止 众人心领神会的全部戴上面罩防止泄露身份 此时看守侧门的杂兵还在聊一些不可描述的事情 殊不知一道黑色身影已然出现在头顶 连续的羞羞声最终还是引起了他们注意 可刀反应过来就被斩杀根本来不及报信 随后众人身形如电地来到正面 但这次却被发现随机大喊有刺客 少涵不想引来更多的敌人 随后一轮刀气直冲而去 但没想到引起了爆炸 高处的号角手也是发现了异常 随即猛吸一口气朝着号角 下一秒无数的杂兵蜂拥而至 少涵感叹这一帮喽啰反应倒是挺快 但你们面对的则是恐怖 警戒带领众人直冲大门 左右两翼的手下负责清理杂兵 少涵则是中路直冲 只见借了一灯 少涵准备人直接跳到高处 在月光的照耀下杀一好似浮现出来一般 警戒凝聚蒸气汇聚一处 一道爆炸激起漫天飞尘 甚至当场将一些杂兵化成血水 少涵做完这一切的时候 手下们也做完了外围工作 少涵刚走到门口 大门却诡异地打开 并传出一道镇定自若 并充满威严的声音 何人传我诸葛事假 少涵脸上浮现一丝嘲讽 随后抽出双月弯道 诸葛家主见事情不妙 招呼中家奴拿下少涵 下一秒四面八方窜出数名家仆冲向少涵 少涵身形如电迅速出招 接着就只听见一声声的惨叫 而诸葛家主高高在上 就不看着少涵跟割菜一般收割人头 直至少涵杀完最后一名家仆 诸葛家主的气息突然攀升 下一秒一道冷烈的可不见气喷波而出 诸葛家主只是使出最简单的拔刀转 就将恶名招住的陈少涵击飞数米 诸葛家主见此人只是须有其表 便招呼众家兵助手 想看一下自己在闭关这段时间 护法到了什么境界 随即招呼众家兵把中间空出来 并把大门锁上在外面布下误鬼阵法 下一秒诸葛家主的左护法 左护法正在介绍自己是诸葛世家的左职剑士 少涵猛然抽刀斩下 护法大骂果然是黑道的杂碎 这么不讲武德 少涵招式变换默克 根本不给护法附去说话的机会 下一秒护法察觉薄厚有股良意 转头望去却只见少涵的武器横斩 护法竭尽全力才勉强裹过这鬼魅一般的攻击 极了的护法直接放弃剑法改用体数 只见护法右腿猛然发力直踹少涵面门 但少涵在躲避的平时迅速飞砍树刀 只听肉体破裂的声音护法的脚筋被尽数准 而少涵在刚才的对战中仅须一眼便领悟了体数的奥劳 随即抬腿横扫过去 这一脚刚好命中护法的天灵感 直接将左护法串回他应该在的位置 诸葛家主此时发现少涵的武器有些严肃 陈少涵你手中的双刀老夫甚是眼死 顾之家师是何方神神 少涵邪魅一笑你无须知道 这等回答引起了家主的嘲笑 老夫一见就把你小子震飞出去 居然还敢在这壶中 下一秒少涵的眼神忽然一遍 壁旁的嘉宾身上浮现出一道紫光 仅仅一个照面少涵就已经斩杀中间的嘉宾 少涵手腕一般将弯刀拔出的同时 阵阵煞气从体内逐渐出 嘉宾们瞬间意识到少涵肯定是万人徒的吉利 少涵手起刀落就轻易的摘下一颗 随后步伐轻轻的武功堂 嘉宾们的阵阵惨叫声 但在少涵听起来确实叫好声 此时的少涵在嘉宾眼里如同温神一般 嘉宾们纷纷投向家主祈求的眼神 诸葛家主知道现在再不出手将会失去威胁 家主手中长剑不断颤抬滋滋的剑一屏 舰内凤发了 下一秒家主在长剑带死 短暗的瞬间剑气犹如星光般炸弹 激起的烟雾将众人逼退吉米之王 二人纷纷怒吼着一向对他 一跌起到武器的破空声接连响起 甚至连无形的空气都被那股力量震暴而去 少涵第一次感觉到危险顺身后撤一步 随后双足一顿瞅准机会使出一线弑镖的花围水 将冲来力量尽数消散 但却使诸葛家主已然来到面前 下一秒一击正前直直地砸向少涵的面板 巨大的冲力直接将大门撞碎 并且少涵身形被打得扭曲 直接动动地砸在院外地上 诸葛家主打手于黑体内人银之力逐渐消散 随后看向少涵的手 地区没用的家 下一秒充满杀意的剑气冲向诸葛家主 看完了原来诸葛家族是仁皇的嫡系 而少涵第一次被打得吐血 甚至一度昏厥不醒 而诸葛家主想直接斩杀少涵这个隐患 诸葛家主面对袭来的剑气丝毫不决 只见顺身后撤将真气凝聚在长剑之中 随后轻易地挡住将剑气 之后便淡定地走到庭院之中 下一秒却露出惊恐之色 只见所有嘉宾无意生还 而中间助力两道人影 一个是从未斩露实力的妖魔大弟子 另一个确实没有受伤的少涵 女子随后嘲讽到诸葛家主 非得等所有仆从死完你才出来 真是个男子汉哪 诸葛家主看着遍地红尸 体内竟散发出丝丝的人皇之力 下一秒诸葛家主将剑举过头顶 散住的人皇之力全被剑刃袭击 等待戏完诸葛家主猛然斩下 只见一头发挂 张着大口直接咬向少涵 少涵瞅准时机只从龙虎部横斩过去 但本应该消散的巨龙 下一秒却幻化成两条巨龙冲向少涵 没反应过来的少涵双臂 被左右两条巨龙死死咬住 下一秒以极致的速度直冲后面的尸墙 再看少涵已然是满身疮痍并无法再动下 诸葛家主再次袭来 只不过这次是带着尖笑 等烟雾散去才发现少涵已然顺身到后方 此次的顺身已完全用了全部力气 接着一口鲜血喷涌而出 诸葛家主大笑一声 一个孤儿果然成不了什么大事 去找你那已经死了的老爸老妈吧 不到一秒内诸葛家主左臂就被划开一道口 而少涵举刀阴沉着脸说到他们也不想是孤儿 种种原因才会造成这样结果 与毕少涵身形如电般劈砍了下 接着就只能听见刀剑对碰的声音 但不见少涵的声音 这时诸葛家主突然感觉全身僵硬 血管就要从眼球内爆出来 因为这一缘故全身上下突然多出来三百个刀口 少涵冷言貌似家主知道我是谁的徒弟 紧接闪身到家主的上方 家主想挥剑下坎来进行防御 但手臂是下去了手却没下来 只见少涵弯腰猛然捅出双刀 随后对着诸葛家主说道 你不应该找我要三千万的 更不该嘲笑孤儿 五弟毫不足以地将刀抽出 顺势带出了肝脏等等器官 陈少涵随后让手下清理现场 并说到此次战役如此简单 多半是因为诸葛世家的庞弃和长老都未在 他们一旦得到消息 必定会联合实力和庞弃高手来找我 而附近的武当派或者湖北盟会来 我会留在这里你们几人先回去准备东西 几人听后担忧到班主 你要留在诸葛世家吗 而陈少涵却说以后叫我诸葛少涵 此话一出众人瞬间无语 次日少涵换上一身诸葛家族的衣服 主动来到湖北盟的地盘 可刚他进分界线时 少涵就感觉到阵阵杀气 随后冷声道既然来了就现身吧 下一秒从背后的树上蹦出五道身影 再来了 少涵出入他人地盘就遭到暗杀 看着这五个忍者神龟一样的忍者 觉得有些好笑 忍者们猛然消失在原地 下一秒从五个方向同时出现 面对这等攻击 少涵轻易地全部挡住 惊艳老道的杀手们迅速后撤 有人已经发现少涵用的 并不是诸葛家族的剑法 但为首的老大怒到无所谓杀了就行 此刻少涵好像听到了天大的笑话 随手挥出一道剑气 下一秒一个忍者就已经身手分离 正当老大迟疑的时候 少涵已提剑冲来 先是斩杀两名喽啰 后又一剑劈下另一名 看着手下一个个如同韭菜一般 老大终于忍不住了一个闪身 来到少涵后方 直接将真气凝聚在长剑当中猛然劈下 巨大的血雾直接喷洒战场 但这血却是自己手下的 而少涵却如鬼魅一般出现在老大的身后 之后毫无犹豫地直接劈下 但却流了一口气想要盘问点什么 傍晚老大在一旁突然地抽搐 猛然瞪大了双眼发现自己还活着 而且那个如同恶魔般的男人在点火 随即走过去问到怎么样才会放我 少涵看着老大思虑片刻之后 让他说点有趣的事情如果感兴趣 会考虑放了你 老大咽了一大口唾沫 虽然不知道这个男人是谁 但他好像不太正常 看他不苟言笑的样子 难不成我还要逗他笑才可以 随后说自己是教徒有宗教信仰 追随的人物本来是白道重要人物 而且我作为杀手 但我的宗教不是做坏事 少涵问到你们追随的是谁 老大接着说到我们教主是谁 我不能说 我只能说他是我的神 老大随后前程说请饶了我 少涵问怒你们白天魔教这种垃圾 我为什么要饶了 他们的白天神教世人知道的人不多 此时老大再次询问少涵的身份 少涵道你瞎呀 看不出来我是诸葛世家的我人吗 老大随后砸上桌子 一放屁你拿的剑 却用的是刀斧 这时老大突然想到什么 紧接前程的向少涵行我 非常道歉对狂魔弟子势力 请您直接杀了我吧 少涵非常烦躁的让其驱 拿柴火回来就杀了你 老大转身感叹果然是狂魔的弟子 年纪轻轻而如此疯癫 只有这一种可能吗 剪柴火的时候 突然想到一个有趣的事情 紧接屁颠屁颠地跑向少涵 接着摘下自己的面罩 少涵看着他这迷惑行为 不知道做什么 我叫李夏流 死去的哥哥叫李上流 之后空气突然变得安静 夏流见着好像并不好笑 随后介绍起自己的宗教 他们白天神教有上百年历史 如今在第八代教主的带领下一桶本地黑岛 少涵怒到闭嘴 早晚一天我们会以敌人的方式见面 夏流突然下跪大喊请名饶了我 但剑光却扫到了夏流的眼睛 死亡的恐惧突然包裹全身 以前的自己明明不畏惧死亡 甚至刚刚还一心求死 这到底是为什么 夏流抬头看向缓步走来的少涵 这一刻他忽然懂了 自己不是畏惧死亡 而是畏惧这个男人 夏流颤抖着说 还有最后一件有趣的事情 我想当您的奴才 无论什么事我都会冲在最前面 您可以不把我当人对待 只求您可以让奴才一条见命 少涵一笑这才是有趣的事情 活下来的李夏流疯狂的磕头 甚至从可以透过皮肤 看见头骨了还不停的磕头 次日少涵换上一袭白色长袍 来到了男尊武当的地盘 这里的人看见生面孔异常的热情 纷纷都和少涵主动打招呼 如此的民风让孤僻的少涵觉得很难受 直接跑到了一个人烟稀少的地方 但此次武当之旅 让少涵的心境直接提升了一个大境界 斗狂少涵闯进武当派地盘 想要称霸这里 却在出入武当时获得天大机缘 少涵在踏入当地时周围的居民 就开始议论起来 都纷纷主动找到少涵说话 问题却都是一些家常理短的闲言 就算是故意向他人发火 别人也是哈哈一笑了之 因为本地居民过于热情 民风也过于淳朴 让身为社恐的少涵极其不舒服 看着热闹的大街分明 没有一丝黑道统治的样子 感叹道果然是世人尊称的男尊武当 保重吧这一次是我心胸狭隘了 少涵在离开的时候 忽然两道攻击起来 再看一只螳螂在面前摇摇晃摇的 看着充满战斗意志的螳螂 少涵刚想一脚踩碎 但随后一想 杀了这小东西也没用 之后也和螳螂来了个势均力敌的战斗 看着螳螂的战役少涵一笑 以后我叫你卡兹克克好 但此时少涵后面却凭空出现了一老者 老者出声问到少涵在看何物 这句话让战斗惊艳的少涵顿时一惊 能悄无声息地出现在背后 此人定不是寻常老者 少涵收起锋芒回道 这只螳螂看起来格外勇猛 我给他取了个名字 雨必引得老者大笑起来 在这打打杀杀的江湖之中还能碰见 你这等有趣的后辈 真是有趣啊 老者询问少涵愿不愿和老夫走走 而这些日打杀拼搏的少涵也正想散散心 老者将少涵带到武当的后花园当中 但见少涵好像对这地方并不感兴趣 随后又是爽朗的笑声 少涵见老者屡次大笑 最终也是耐不住性子问了起来 老者回道很少有人像你一样 和武当山格格不入 习惯了打拼厮杀的少涵 面对这等悠然自在的地方时 肯定是不舒服的 老者思虑片刻后决定带少涵去个合适的地方 片刻之后二人来到了武当境地 看这四处飞溅的水珠和源源不断的水 还有这被水珠冲击石头形成的水坑 老者问道你是否觉得这里与你很像 没等少涵回答 老者再次问道今日你为何没杀那只螳螂 少涵说自己没有杀他的理 看来这小小的螳螂比诸葛家主更有活下去的价值 诸葛家主曾经也是一代宵雄 但表面是仁义道德 实际上确实伪君子 老夫要不是身份特殊早就宰了他 如今你这小辈倒是完成老夫一桩心愿 随即跟少涵讲起了太极的意思 好比那只螳螂为了生存而杀生是黑 等他吃饱停手那便失败 你杀了诸葛家主是黑 但却赦免了诸葛世家的其他人那也便失败 可以将这种均衡暂且理解为太极 但如果你的选择只有杀戮 那整个太极都将是黑色 那便是我们所说的魔道 老者这时问到少涵你的两位师傅可还好 少涵顿时一惊这是除了身边人知道 其他不可能再有别人知道 内心已然波涛汹涌的少涵 表面却只能装得风轻云淡 老者哈哈一笑 因为你独魔已经十二年未曾杀生了 你也算做他的太极啊 所谓太极 不对自然中各种要素干预 他们自己便会顺理成章地循环 无数的常理最终会组成造化 最终太极 常理 造化是一体的 你接受了这一切便是误导成功 随后一老一少便在这汹涌的瀑布之下明晓 这二十多年来的一点一滴都慢慢浮现 而少涵则感觉阵阵的暖衣从丹田处散出 下一秒丹田处 马上出现一蓝色漩涡 阵阵蒸气净术被吸入进去 最终化成太极的样子缓慢旋转 老者见少涵有如此的悟性 也是产生了爱才知心 随后说到你见了老夫 就相当于见了武当 日后有难事可随时找老夫 而少涵第三次向他人行礼致行 等在抬头时只见片片的竹叶随风而落 而狂魔此时出关正在寻找少涵 又每天不吃不喝挥拳十万次 如此循环往复似是与你 直至一拳拥有崩山阵地之力 才去黑道当的杂役小兵 而少涵在离开武当后就遇见一群当地黑道 不想一味杀生的少涵撤退到悬崖边缘 但那些杂兵并未想放过自己一只脊椎 少涵感叹有时候太极也无法做到平衡 手臂随后一阵将包裹剑身的绷带竞数吞去 杂兵们非但没害怕反而拔剑赢了圣前 面对想杀自己的人少涵从不流水 但这些杂兵多得根本杀不完 此时一道太极图猛然从少涵脚底升起 看着遍地尸体少涵再次开始感悟 太极的平衡究竟是什么 我如果放了这群亡命之徒 他们肯定死性不改甚至残杀平民为乐 看着领头的刀疤脸 少涵突然想到了个完美的方法 面对众多的杂兵少涵冷声不想死地让开 下一秒杂兵们全部左右平移 将中间的道路让给少涵 随后左脚倾踏地面 再次出现实已然是刀疤脸的面前 二人接着说了一些黑话 在得知刀疤脸是一个帮派领主时变起了杀心 但刀疤脸拿起长枪想着先下手为强 巨大的力道使得挥出的长枪弯曲 只听巨大的碰撞声响彻山间 而少涵却死死地抓住了袭来的长枪 少涵猛然释放内力 身后的内力将长枪烧得通火 随后一股烤肉的味道飘出 受不了炙烤的刀疤脸只能倒飞出去 少涵闪身抓住刀疤脸 结结实实地一拳直接打到吐血 没等反应少涵再次挥出一举 可就是这样刀疤也不共出是谁派来的 少涵见此人留着也是没用 只好左手冲着心脏猛然发力 刀疤瞬间失去活力瘫软在地 接着像丢垃圾一般扔了出去 中杂兵视为神的老大就这样被秒杀了 接着众人都不敢说话地看向少涵 只见少涵做到代表老大的王族 冷言带我去山羊找狂魔 所有人随着少涵开始出发 但只有一人停留在刀疤旁边 感叹少涵真的不一板 不愧是毒魔和一线的传人 夜晚少涵将白玉扇打开 随后阵阵毒烟在周围泛起 仅仅十秒之余就将周围的杂兵全部毒烦 接着将倒地的杂兵全部再次斩杀 防止有些装死之人 男人感叹少涵真是恶魔 一个人都不放过全部补上一刀 只听少涵的步伐离自己越来越近 一道剑鸣声在耳边响起 下一秒男人仅用两指就抓住了少涵的剑人 骂了一句少涵就是个丧心病狂的疯子 随后双腿猛然发力直接倒飞出去 接着左手凝聚针起 一道凝裂的破空声响起 而少涵同样挥出一掌 二掌对撞的瞬间烟雾四起 但少涵率先倒飞出去 直接静止地砸向马车 而男人这边确实稳稳落地 男人看着少涵戏猎到开个八门跟你玩玩 下一秒男人的肌肉暴涨 坚硬的肌肉将衣物全部崩坏 随后如同全魔降临一板 而少涵贪坐在破烂马车上一动不动 男人无奈到城班主你这是做事 少涵咳嗽几声 之后艰难起身 但随后男人看向少涵的眼神都变了 只见清秀的脸下却是遍布颤斗痕迹的身体 这一点让男人瞬间激动 真的是赏心悦目 少涵被这恶心的眼神弄得厌烦 将残余的衣物扯下后询问你就是狂魔吧 男人也大方承认 随后笑道你是不是应该叫我一声前辈呢 但下一秒毫无征兆地挥出一拳 凶猛的一掌再次将少涵打飞出去 狂魔凝笑道真是不知理数的家伙 刚硬的掌风把少涵弄得不知所措 拳脚不敌但他还有师父赠的宝气 随后双跃刀交叉斩下 一道强横的刀气肆虐着空气袭来 狂魔一笑将丹田的真气缓缓凝聚在手中 双手向中间同时挤压 真气忽然放化成紫色闪电在狂魔手中作响 在刀气袭来前三秒直接朝着刀气丢了出去 二者发生剧烈的爆炸 少涵展开烟雾从当中跳出 速度之快分秒之间就砍出竖刀 没别喘息机会少涵再次起跳 无数的刀气混合着毒物纷纷向着狂魔席卷 而狂魔大吸一口空气 勇然爆破出来 只见少涵的刀气全部反弹回来 少涵心之不妙 只好迅速逃离战场 狂魔让少涵别藏了 能打败妖魔和色魔绝不是这等水平 少涵一阵无语 刚才那一击是毒魔师父清传的绝血 但却被狂魔轻易抵挡 心想这狂魔就是个笨重的战士 只要通过速度消耗他的体力 这时狂魔的声音突然打断了少涵的思考 少涵怒问你刚才说什么 狂魔见笑着不就是叫你梦吗 为何如此惊讶 少涵眼神一冷 问道你怎么知道 看来你的那两个师父总算是有所造语 少涵再次逼问什么造语 那完了 四大恶人中唯一的双开门狂魔现身 没有任何武器 只靠一双拳头就将少涵揍得倒地不起 还说起少涵小名梦的来历 原来毒魔一先想实验出人体的极限 所以一个疯了一般的毒害实验品 一个玩命的将其救火 二人想看看这样长久以来会不会变成不死之事 并得此次实验取名为不死如梦 其实少涵都知道师父们的良苦用心 但是这名字却是第一次听说 双开门的狂魔根本不信世上会有不死之身 甚至觉得非常可笑 随后将其汇聚到手掌 今天他就要试试这个不死之身是怎么不死法 下一秒身形如电一般挥出一掌 但以速度灵活为主的少涵怎会被轻易命中 狂魔接下来的几次攻击都被少涵背手堵 少涵轻蔑的一笑 狂魔前辈要是凭这种速度可是不行啊 还是说你没发力呢 狂魔第一次遇见这种对手 灵力的杀气瞬间外放 一息之间狂魔已来到少涵面前 这等速度也是让少涵惊叹 此次的力道和速度和刚才完全是两个境界 现在的狂魔笑得有些许疯癫 一拳抡下刺骨的寒意 逼得少涵是满头大汗 狂魔招式变换莫测直接从拳变成掌 就以为要锁到少涵脖子的时候 少涵一个后撤随后拔刀冲出 在肉体和刀碰撞居然发生了爆炸 此次对碰少涵明显感觉到肩膀被震的生疼 狂魔眉头紧皱时刻寻找下次攻击的机会 但少涵率先找到机会迅速挥出一种 只是少涵的此次攻击状态有些奇怪 狂的一声这次结结实实的命中狂魔心脏补味 以肉体成圣为名的狂魔 却是被这次攻击弄得倒飞出去 少涵抖了斗手腕 感叹狂魔这身肉没白脸还是很结实 无知的杀意恨意战意从狂魔体内喷用了 最后爆炸了一只 只有两只手的狂魔 但此时的攻击如同万手一般 少涵规避攻击的同时想到了非常毒的方法 四大恶人第一的狂魔前辈 你这张脸实在普通 若是想用这张脸在江湖上混点威名 即便是我也会封我的 不是我瞧不起你 你这张脸在我公司掏厕所我都不会要你 算了我还是不打击你 狂魔骂得很难听 现在他只想杀了少涵 少涵附身躲过拳风 就是现在 随后拔出背后的双月刀 下一秒刀气朝着狂魔直接整去 但却被狂魔一招领羊起跳躲 可就在狂魔要落地的时候 少涵再次朝着落点挥出一刀 接着就只见狂魔以各种姿势来躲 狂魔此时已经是满头大汗了 只因自己每次落点都能被少涵提前预指 而少涵又开始嘴炮了 狂魔要狂魔 原来因为你叫这个是因为 你的行为和姿态像个疯子 下一秒一声立刻声响起 少涵那你若是能见好就说我还能饶你一命 可你如此嚣张 今天我要撕烂你的嘴 少涵笑到你顶着如此一般的脸 即便是威胁我都觉得可笑 气急败坏的狂魔已经不想陪少涵玩下去了 下一秒将自己的脸皮撕了下来 之后将假发和脸皮全部丢到地上 狂魔露道让你看看老子真正的样子 而少涵却说原来你长得就像那特朗德尔一样 狂魔心底防线彻底崩溃 大骂着要把少涵碎尸万段 少涵第一次面对四大恶人中的狂魔 不靠武力就将狂魔吓得失神 只见少涵被朝狂魔再摸索数十分钟 两秒半之后一阵舒爽便捕 随即抖了抖身子 而狂魔此时却惊呆了 看着地上的阵阵热气 狂魔瞬间暴怒 就连头发全都竖了起来 下一秒双目通红 阵阵是杀气随后飘浮而出 随后说着我不仅要杀了你 还要杀了你那群该死的手下 少涵扑刺一笑 江湖上闻风丧胆的狂魔 居然甜不知耻地 要杀一些实力微不足道的小兵 你简直是不要脸了 变子狂魔被说得一阵头疼 毕竟自己怎么也算是恶人的前辈 这么乱杀小辈确实有损面子 少涵补充到妖魔色魔都命丧长安 要是前辈随去长安 那我自是欢迎 但以你这笨重的轻功毕竟是五仙道 届时我会布置好一切来招待前辈 狂魔知道以轻功闻名的色魔 都是死在那陈少涵布置的天罗地网之中 随后心里咯噔一下的咯噔一下 见此情况只好让少涵先走了 今日就算是放他一马 下一秒少涵转身就走 这反常的举动再次引起狂魔猜疑 本来脑子就不好使得狂魔 坐在石头上想了两个半小时都没想通 他不应该说点什么再走了 比如前辈再见什么的 不对自己为什么要放他走了 而少涵却是将狂魔的马给欺走 一直奔波两天半后 作为一个成熟的男人 当然是泡泡温泉来休养一下 次日少涵想找些东西来冲击 却在一家面馆看到了熟悉的身影和发型 正是狂魔正在疯狂进食这大碗的宽敏 少涵顿时有了一些鬼点子 随后笑声如红中一般响亮 真巧啊狂魔前辈 周围的时刻顿时议论起来 那个就是一拳打死轻爹的狂魔吗 而少涵一屁股坐在了狂魔对面 见兮兮的问道前辈为何如此凄惨 竟一个人在这吃面 习惯低调的狂魔怒斥少涵倒地想干什么 少涵转头要了一碗大碗宽面和一壶宫廷玉叶酒 狂魔笑道你小子是不是要下毒啊 少涵突然拔高音量 前辈身为四大恶人之首为何如此小心翼翼 周围的时刻瞬间四散而逃 仅仅两秒半后周围没有一人 狂魔骂了一声准备突噜一口宽面 但少涵突然狂狂地拍桌子怒道 干什么呢怎么还不上饭 再看狂魔已经被面汤弄得满脸都是 狂魔擦掉脸上的面汤 让少涵一会多吃点 吃完好较量一下 少涵猛砸桌子 好 就按前辈所说 巨大的力道将面碗积起 刚擦完面汤 现在又来就连面条都挂在了衣服上 小二颤抖着给少涵上好了餐室后迅速跑走 少涵随后突噜起面条 嘴里嚼着东西还不忘给自己添杯酒水 狂魔感叹年轻就是好 自己明明刚到不久 这小子居然沐浴更衣 甚至还睡了一觉 少涵酒杯一砸 前辈莫要盯着我看了 看到你的脸我都要反胃了 忍了好久的狂魔终于不忍了 下一秒直接挥出一掌 周围的桌椅全被真气击飞出去 等烟雾散去 只见狂魔的手掌出现两个血涂 但少涵这个老六 却叫来一百多人和狂魔决战 还给了狂魔两个选择 一是你打我们一百个人 二是我们一百人单挑你一个人 我不知道狂魔是不是没长小脑 只听见单挑俩子就果断选择单挑了 少涵顿时一阵无语 他也知道这狂魔又没动脑 少涵强调你可是要对战一百个人 狂魔秒回没问题 但下一秒周围的人全部外放杀起 狂魔的心瞬间咯噔一下的咯噔一下 毕竟双拳难敌四拳 何况这是三百拳 狂魔大骂一声 你的一大半手下都会命丧于此 为了不打坏小餐馆 狂魔率先来到外面 但外面此时已经是聚集了无数的人 狂魔让小喽啰们都滚远点 一会别找不到自己的残肢断笔 这帮人没有一人后退 全部虎视眈眈的盯着狂魔 直到屋内少涵发言 让众人退下 这是首领们的战斗 众人瞬间行李纷纷退到一边 片刻之后少涵带领众心腹抵达战场 秉承着先下手为强 两人同时出手 蛮横的力量相撞瞬间 一声音爆炸响开来 二人的拳头飞速相撞 猛烈的气流如同狂风咒语一般涌出 将周围的一切全部吞噬在其中 狂魔以掌带拳瞬间凝聚全身的力量 足足四十余年功力的一拳 直接将少涵击飞出去 此时少涵的心腹们全部红了眼 想要直取狂魔的手机 紧接无数的剑气从少涵身后迸发而出 还在猛逼的狂魔感觉到了杀意 眼神猛然吸力全身肌肉绷紧 狂魔暴露一下 杀爆的拳速铺天盖地般朝着面前打去 但少涵却凭空出现在狂魔面前 双高同时斩下 却被狂魔空手抓住 但后方紧急传出一道破空声 此时长边紧紧地锁死住脖子 此时狂魔要一边面对少涵 还要抵抗住女人士长边 女人的力气之大直接将狂魔勒得轻轻爆起 下一秒狂魔凭空消失 这一幕将二人吓得瞪大了眼球 只见狂魔一招羚羊起跳 双腿接着猛然发力 将少涵踹飞出去 随后又拽住长边 左臂瞬间发力往后拽去 巨大的力道直接将女人拽向怀里 狂魔手腕一番一股萧瑟之力在掌中出现 快死的女人却死死抓住自己的武器不肯松手 但下一秒一道红光虹下方袭儿 长边瞬间被斩断 二人也失去重心 等狂魔向下看去 只见正在坠地少涵再次挥出两道剑气 这一幕是同父异母的双胞胎 生活习性却是云迷之别 一个是位于四大恶人的毒魔 另一个却是救济天下的一线 二人为了看是一胜一筹 还是毒攻更高一层 便都将看家本领传授给一男童 而男童在长大成人并学会二老的本领后 立马除掉四大恶人中的妖魔和色魔 和鱼肉和恶人之手的狂魔大公正面对上 并伤到了狂魔 但他知道要是狂魔殊死反扑一口 刺激可能会有意外发生 于是便将狂魔出现的消息散播出去 正在逃跑的狂魔身边突现几声爆炸 但接下来的一幕却是狠狠地震惊到了他 只见前方出现拿剑的几日 以极快的速度冲来 而在下方也是不知道在哪冲来一波时 狂魔看此次出现的都是正道士 后方是铁骑湖北盟 正前方是陕西的中南派 而且中南派此次出征的 是三位实力不容小区的大长老 老狂魔好久不见了 狂魔看向声援 原来是铁骑团主确实许久未见了 狂魔看了看身后确定绍涵还未追上 手掌开始缓缓发出阵阵的萧瑟之气 狂魔随着逐渐解开麦门 周围的气息逐渐上升到一个恐怖的段位 中南山的三人和铁骑团主也准备好殊死一步 伴随一声鸟叫狂魔率先发起进攻 三方人马的战斗发生惨烈的爆炸 而少涵带领手下在远处观看这一幕 一旁的下属惊到这狂魔应该知道我们在啊 为何要消耗体力去和他们打呀 少涵冷声或许他就是想要让我们看看他的实力 三方人马一直打到暮色已经模糊起来 整个天空不知是晚霞还是血死 周围的建筑也残破不堪 遍地横尸和损坏的兵器 而在中间却还有一人助力在那 此时的狂魔身体被长剑刺入 满身的血洞随着呼吸往外流血 中南山的三位大长老已然失去生机 只剩下铁骑团长靠在一边艰难的喘息 狂魔嘶吼着喊道铁骑团主 铁骑啊看你的表情 似乎没想到事情会发展到这个境地啊 此时的铁骑团主有些惭愧 毕竟将近50人骑兵团和三位顶尖高手全被斩杀 狂魔灿然一笑 你我二人相识40余年 我什么实力你还不知道吗 团主无奈地说到杀了我吧 可狂魔却反驳到杀不杀你有我决定 团主大惊他不知狂魔什么意思 但此时狂魔却远离而去 团主大喊王二代你要做什么呀 我让你杀了我 狂魔心有不悦这该死的哥哥又叫自己小 团主艰难地用剑称起身子 可恶的王二代 你若不杀我就给我站住 狂魔为座停留而是留下一句 白天魔教要开始行动了 好好准备一下怎么对真正的敌人吧 夜晚狂魔找到一处溪流开始擦醒伤口 但正准备宽衣下河时 一阵独物悄然出现 狂魔暗骂一声真是个难缠的人 还想说点什么的狂魔此时觉得天旋地转 转眼间整个人静止砸下 咚得一声狠狠地砸在地上 此时绍涵如同鬼魅一般出现在后方 两个半小时后狂魔猛睁双眼 接着晃晃悠悠地起身 一阵霹雳啪啦的跟火声吸引了狂魔的注意 而在跟火旁边的却是绍涵 狂魔询问绍涵为何没在自己昏迷式斩杀 绍涵冷言杀不杀你有我决定 狂魔一阵头疼着绍涵真是任性 绝佳的机会都不动手 狂魔怒问绍涵为何要留自己一条命 而绍涵却让狂魔闭嘴 好好认清一下现在的局势 狂魔没好气说 现在断你一条手臂的能力还是有 绍涵则是让狂魔运功试试 狂魔憋了一会连个屁都没憋出来 这是他懂吗 是绍涵用毒将自己的经脉全部堵住 导致无法运功 绍涵起身让狂魔看清现实吧 我要是想解决你 你早就这一块那一块了 绍涵随后问到关于白天魔教你怎么看 狂魔虽然愤恨绍涵 但目前来看自己处于劣势 白天魔教的人全部是一群疯狂的信徒 他们追随的人被尊称为神主 白天魔教若是引发战争 前辈准备做什么 狂魔轻烈的一笑我怎么会知道 前辈去打先锋吧 此话一出狂魔觉得绍涵好像都自己玩一般 绍涵把气色外露温怒到你现在没有决定去 狂魔紧紧地攥了一下拳头 像极了受欺负的小媳妇 绍涵大手一挥 我会让手下散布狂魔已死的消息 你今后就戴着人皮面具改头换性的跟着我 狂魔此时一阵头疼 想他身为四大恶人之首 如今却要俯首称臣 但这小子的势力 在黑道已经是威猎前茅了 于是狂魔装作特别难受的样子答应了绍涵 绍涵对着屏幕前的女子牙一笑 劳烦少侠给狂魔小辈取个新名字了 本是桀骜不驯的四大恶人之首狂魔 苦恋起初八十余年直至一拳拥有开天烈地之能 为了让自己无牵无挂甚至一拳打死父母 而如今却心甘情愿地追随绍涵 甚至不惜改头换面隐姓埋名 绍涵让狂魔先去餐馆打的 可刚进门就被正在擦杯子的店长刁难 店长让狂魔有点眼力 竟没看见凳子都很乱了 狂魔心想你要不是绍涵的心腹 老子早就一拳把你这破垫砸了 可店长却不知道好歹地怒到你是哑了吗 随后卷起衣袖要让狂魔看看自己的大肌肉 但店长的纹身引起了狂魔的好奇 你是想说天山天下唯我独尊吗 店长悠喝一声原来你这个丑但会说话 之后将麻布丢在狂魔眼前 让其把桌子全部擦出来 狂魔追问你是被贬过来的 听到被贬店长瞬间爆磨 之后做出抠你几瓦的动作 但只在狂魔的眼前晃了晃 表面是暂且饶了狂魔这一次 但心里却想着这丑蛋怎么眼睛都不眨 这时门打开进来一人 传承班主口语 让你到温泉一举 绍涵将温泉改成了可以加快伤口愈合的药语 此时一双狱卒轻点水面试了是水温 绍涵询问狂魔的伤势怎么样了 狂魔大笑一声早就愈合了 但是你小子胆子挺大 不怕老子好了后直接灭了你了 但绍涵因你身中剧毒却不止 要是不按时吃解药必定暴敌 狂魔心想绍涵是毒魔的真传弟子 说不好真会给我下毒 狂魔随机叹了口气 说笑而已别太认真 马上接着说有一个黑道人想见见你 是比我们穿阳还大的汉中黑道 而绍涵瞬间就懂了 这是想跟自己决出谁是第一黑道 并让你去参加大会到时候有十个人接待 绍涵神色一变 那就去会会他们 择日二人换上行头前去赴约 可等到了狂魔才发现对面就来了五个人 而绍涵才出几人实力和视力 肯定不如为现身的那五人 这几人只是前来探探口风吧 二人刚到对面的五人刷一声共同起身 最中间的光头介绍自己叫唐晨 恭迎晨班主 但下一秒就瞄到了狂魔 这位相貌平平的就是您来带了随从吗 狂魔听到又有人拿样貌说是 气得直接坐到了一边 随后直言唐晨你也不看看你被劈的那个刀吧 还在这说我 下一秒对面五人纷纷外放杀气 绍涵面露难色 生怕狂魔直接毁了阵 这样自己的计划就完了 之后安抚几人情绪让众人先落座 但狂魔又开始正气腰饿子 毕直哀声叹气的 绍涵见状怒到你这次没完了 狂魔白冷了绍涵一眼娇撑了一声 绍涵没好气的让气正常点 但狂魔好像没听进去一直叽叽歪歪 绍涵无奈道唐会长你这有酒吗 只有酒才能让他闭嘴吗 唐晨吩咐到外围的小二上两壶好酒 随后解释道 这是我特意让酒楼留下的人 方便我们拆遣 绍涵也默认了毕竟这场面谁跑腿都不太好 随后绍涵打去到这地方好山好水 周围也开阔不适合做埋伏 但狂魔却说到跳剑舞也合适 绍涵直接骂了一声 唐晨看二人打琴骂俏的样子有些无语 不救后小二将酒壶端了上来 刚给狂魔针满 下一秒一边的凳子就到了 绍涵瞬间将小二拽了过来 怒道你知道我是谁吗 小二磕磕巴巴的回宁是陈班子 下一秒一个摆拳直接命中 怒道你知道还敢给我的护卫先倒酒 绍涵欲再教训一下小二 但却被唐晨阻止 绍涵一问到他不是客栈的小二吗 唐会长要为他出头吗 唐晨被说到冷汗直流 绍涵见状也没给唐会长面子 再次挥出一拳 巨大的拳力让小二直接倒飞出去 绍涵活动的筋骨想要再次教训一下 这不知李树的东西 小二此时擦去嘴角的鲜血 额头抱起青筋还凶狠地盯着绍涵 呦呦呦瞧瞧这臭小子 眼神竟如杀手般锋利哦 此话一出唐晨的神色有非常明显的变化 人将手抬到杯子上方 下一秒突然用尽所有力气 只为了让青筋抱起 随着滴一滴紫色液体的滴落 更多的紫色液体如瀑布般从男人手里窜出 绍涵问到此次大会的目的是什么 对此表示认同 毕竟他们都是心狠手辣之人 要是动不动就低头那不如一个麻卦 而思想单一的狂魔斜笑着 要是不服全部杀了不就行了 随后拿起小二给刀满了酒 脖子一样全部喝下 唐晨气得咬紧牙关一个护卫竟如此嚣张 之后向着手下识眼色 看准时机先发制人 手下点了点头是已明白 但狂魔身上气息暴涨 随后红色液体疯狂地从体内排出 杯中的也是咕噜咕噜地冒着大跑 这一幕将几人惊得无法说话 狂魔笑着让几人必须选出一人 将此毒全部喝下 几人一时无话可说 都呆呆地看着这酒杯里的具体 绍涵温怒唐晨你居然敢下毒 唐晨根本没想到一个小随从居然能有这般功夫 但绍涵神色一转 罢了下毒一事暂且不谈先谈正事 唐晨没想到都这种情况了还想谈事 难不成是疯了 随后绍涵说现在白道势力准备结盟 他们若是结盟后来踏平你们汉中 你可有对策 唐晨脸色瞬间变绿这种事 他根本没想到 绍涵随后说到下一个问题 白天魔教准备重出江湖 唐晨在听见这禁忌一般的名字 是浑身瞬间贪软 假设白天魔教也来攻略你们 你可有对策 唐晨再次红温 他连白天魔教重出都不知道 绍涵此时有些生气 作为一个首领居然这等愚蠢 而另外的三人表情都有些担忧 绍涵见此已经知道 这三人肯定也是首领 但只有一人却大不相同 绍涵一眼断定此人是另有所谋 路到三秒之内滚出我的视线 你没有坐在这里的资格 男人坚定不移地盯着绍涵下一秒 就起身欲要离开 但一雷虎蜂出现在掌心当中 随后手腕急速抖动 饱足了全身力气 想要一击毙命绍涵 但一只粗壮有力的手 直接抓住了男人 只是稍微用力 男人的虎蜂就脱离了手心 狂魔再次发力 一阵阵骨头碎裂的声音传出 下一秒直接拽向自己 右手如鼓爪一般冲向男人的头颅 但紧接死死地浅住了他的脖子 四人都纷纷地看向这极快的一幕 狂魔如同拿小鸡仔一般拖着男人 直至拿起了毒液 我刚才就说了今天必须要有人喝这杯 下一秒将杯子倒口 所有毒液直直地冲进男人的嘴里 癫狂的狂魔觉得还不够过瘾 直接一把将空杯子对进男人的嘴里 男人哐当一声落地 开始疯狂咳嗽并死死地掐住脖子 这一幕把剩余的四人吓得够强 都没想到这个长得丑陋的护卫 武功居然如此之高 绍涵此时忽然起身 慢慢悠悠地走向一边 直至到了冰死的男人身边 男人说自己是唐门的求求 你绕自己一命 绍涵看向男人问道 你确定你是唐门的人吗 男人见有希望立马回到正式 但绍涵画风一转 那你为何要用这句话将唐门置于险境 男人瞪大眼睛瞬间反应过来 但下一秒血影出现在眼前 之后已经断了的手不停地在抽搐 是四大恶人独魔的徒弟 可却收服了恶人之手狂魔当小弟 如今已是所有黑道的龙头 可现在却和狂魔在街头砸耍卖一为生 绍涵在一脚踹死一个首领后 冷声问道你们都是来自何方 几人开始介绍修罗殿比比西 雾影六如烟 绍涵听这几人的名字有些熟悉 但更多的是便宜 随后绍涵被对几人一言未乏 但给几人的压迫感到达了极致 下一秒绍涵气息陡然攀升 冷声让埋伏在四周的手下都出来了 唐晨心中已然是惊奇骇浪 明明藏的极其隐蔽可还是被发现了 随后大喊一声都出来了 下一秒酒楼的窗户大开 远处的森林发出声息 先是几道身影先是从屋檐后方跳出 随后杂兵们蜂拥而置底到亭子外 狂魔看着这群韭菜 顿时露出来杀戮者独有的笑容 唐晨说所有人都在这里了 让手下人全部将兵器收起来 打兵们顺时将武器收起来 兄弟们听好了 今日我若是输了你们全部归顺于陈绍涵班主 打兵们一同喊出手下尊命 男人缓步走到绍涵面前 要跪也得战死之后吧 陈班主请罢 绍涵看此人颇有黑道的作风 这才是自己想要的心服 狂魔此时中断二人的谈话 要打也是先和我打 男人谦虚到日后我会单独再向前辈请教 今日在下想先向陈绍涵班主讨教一二 狂魔也觉得这人倒是可用之人 绍涵此时有些赞赏之心 也不忍心将他击伤 但出于黑道强者为尊的规则 还是决定比拼一下 绍涵让齐先出招 男人缓慢地拔出剑 下一秒剑翘落地 男人已然来到绍涵的面前 随后将真气汇聚到一起猛然劈下 但绍涵只是轻微侧身便躲开了 男人接下来如闪电般的攻击 全被绍涵敌 绍涵把握时机瞬间挥出一刀 男人紧忙变换招式进行抵抗 即使挡住了一刀 但整个手臂好似碎了一板 可男人忍得强痛还是不服 于是再次向绍涵发起进攻 谁知绍涵刚底下攻击 下一秒如同鬼魅一般出现在男人的身后 爱爱如命的绍涵没有用刀 只是用出一击鞭腿 男人就飞出去好几个跟头 此时男人肋骨也断了四根 可他还想起身去攻击绍涵 下一秒一道紫光擦边而过并激起碎势 再看男人头发已经被双跃刀斩下一丝 绍涵冷笑一声 不小心手滑了能帮我把刀捡起来吗 男人的惊恐已经到达顶顶 接着颤颤悠悠的起身 一脸虔诚的将刀递给绍涵 并发出肺腑之言 多谢班主不杀之恩 今天是男人唯一一次败戟 还是在自己的心服面前 但男人并未有过多的怨言 这一战他心服口服 男人接着转身喊道兄弟们 话还没说出口就被绍涵阻止 你可愿与我共同干一番事业 男人顿时一惊 他本准备离开这个地方 但眼前的这个人却好像不一样 下一秒男人献上江湖最高礼仪 并说到会追随绍涵一声 这时后方的手下 也全部下跪表示愿意追随 绍涵也说到 今天请你们的敌人便是我的敌人 其他的三人不敢相信眼前一幕 就这么轻松收服地方黑道 绍涵转头看向三人 眼神中满是愤怒和失望 你们三个是臣服还是死 地边的狂魔越发癫狂 想要一拳直接打死这三个妃 三人猛地咽了下口水 表示愿意追随陈班主 绍涵听到这眉头也是稍有舒缓 随后说到过几日你们会收到任务 届时完不成的话就是死 二人在离开的时候 绍涵突然看向狂魔 几日后我们将去中南山一趟 狂魔听到中南山瞬间就懂了 这是要攻打中南派了 绍涵没好气地白了眼 你以为中南派是小武馆吗 就我们两个人怎么可能去攻打 狂魔此时压根痒痒 你不去打你去干嘛 绍涵让狂魔买几把刀 再整点人皮面具的材料 衣裳和名字都要换掉 到时候我叫流浪五指梦月 狂魔激动地说我呢我呢 你叫狂月吧 狂魔暗自一笑 做梦的月亮和疯狂的月亮我喜欢 几日后二人改头换面地 到了中南派的地盘 并在当地支起摊子 走人卖影 之后掏出个金丝檀木的棍子 为了保真使劲地往地上杂度未断 下一秒就抄起棍子冲向狂魔 最意料之外的事情 狂魔瞪大了双眼 是征服所有黑道的王者 功力和智谋都是顶尖的存在 但是他在所有白道的眼里 就是个残烈的恶魔 也是整个白道公认要斩杀的敌人 可如今他却只带一人 来到白道第一中南派的地盘 为了不必要的麻烦二人戴上人皮面具 还扭动猴杰让自己改变生命 二人来到最繁华的小广场 将专门准备好的秘密武器相卸下 并在里面开始翻找起来 几颗苹果同时飞上天际 随着聚集的平民越多 少涵让狂魔再丢一个出来 狂魔长这么大第一次跟红小孩一样 被丢出来的苹果稳稳地停在健身上 随后猛一使劲将苹果抬飞 接着又将其他下落的苹果也纷纷抬起 在所有苹果统一平行的时候 少涵化身水果忍者快速挥动刀刃 一瞬间所有苹果一分为二 探客们也纷纷将情绪价值推向高处纷纷叫好 可中南武馆的几人嘲笑只是小把戏吧 少涵介绍自己擅长双刀自己的师兄可不得了 师兄擅长拳法掌法和一身金刚都打不坏的身体 难道大家不想好奇金刚不坏神功吗 众人的情绪再次到达高点都纷纷表示好奇 可狂魔眉头紧皱着少涵唇现怪 少涵感谢各位的捧场 但在此之前还请各位给点赏钱 好给师兄买只烧鸡补补补身份 众人也纷纷扔出巨款 少涵朝着不同的方向作一卸 随后拿出后面的茂凯肢体 转身介绍到这乃千年树精茂凯的残质 又未可看好这可是坚硬无比的真火 接着握紧茂凯的根本 下一秒将茂凯轮员后打向狂魔的脑袋 狂魔勉强躲过这突然的一击 嘴里骂骂咧咧道你是疯子吗 众人被这一幕逗得大笑起来 少涵哈哈一笑跟大家开个玩笑 自古以来这种杂耍一般都是砸肩膀而不是脑袋 狂魔咬牙凶狠地看着少涵这个疯癖 但少涵却没好气地瞪了一眼狂魔 让其速度准备好 狂魔按骂一声编摆好了架势 少涵在远方说到数到三我就会上师兄你准备好 狂魔开始缓慢运气抵抗 三 与碧一闷棍直接劈下 还没运好气地狂魔脸色顺便 而茂凯的残肢再次变成残残肢 少涵大喊精当不坏神功 但狂魔此时却想撕烂这个谋谬 有董哥说到木头肯定是事先巨顿 少涵拿了根新茂凯指着董哥 你敢试试这根假的吗 董哥想到自己乃中南派弟子 让他这毛头小子也不敢怎样 但是为了门派影响还是拒绝了少涵 随即带人准备离开 少涵讽刺到中南派弟子也就一般 董哥瞬间来气了 一个卖艺的小丑竟敢如此猖狂 与碧直接将黑到龙头的少涵踹飞 本应该反杀的少涵却重重砸到地上 随后滴滴血液落下 董哥这才觉得有些偏头痛 而瘦了一脚的少涵却好像没事人一样 之后解释到自己太慌张地乱挥了迹下 但狂魔早已看出他就是故意被踢 然后用木棍回击 现在装这样子我都想动手了 董哥的小弟们一窝蜂地围了上来 嘘寒问道 董哥拔出长剑以中南山 第三百八世代外门弟子大师兄身份向少涵宣战 三日后来中南山无管决战 那来了 少涵隐姓蛮名出入中南派就跟大师兄打了婚死 后又将内门第一踹的段子绝孙 男人深知打不过少涵 便邀请少涵到中南派一座讨论一下我去 而这正和少涵隐姓埋名来中南的目 隔日少涵和狂魔抵达中南派内 迎接的小胡子致歉到本应该是掌门师兄接待二位 可因为最近噩耗不断让师兄身体不是便由我来接待二位 尤其是不久前我们的师叔中南三老被恶人所杀 狂魔心头顿时一颤地颤了两下半 几月前中南三老联合想要击杀我 经过搏斗中南三老无意生还 但自己也被重伤 少涵表示无妨此次前来的目的只是参观一下中南 小胡子画风一转 听说二位都是无双流传人 但今日看来并非如此 您师兄的肌肉线条和手中的剪子不像是修炼刀或者剑法 铁寒寒狂魔还想解释一番 但下一秒被少涵那怪异的笑下一条 只见少涵撕下脸上那草莓味的口香糖 再将绑一个自己喜欢的高马尾 小胡子一时不知少涵在做什么 少涵随即将本来的衣物和双月刀拿出 一个转身就将装备穿戴完整 正式介绍一下陈少涵见过阁下 陈少涵的名字一出阵的周围弟子冷汗直流 而小胡子也瞪大了眼白 汉批狂魔也没想到这伙竟敢在这亮出身份 这可是极恶如仇的中南派啊 小胡子冷言你就是杀了妖魔和色魔的黑道中人陈少涵 少涵大方承认 小胡子侧身看向狂魔 若你是陈少涵那这位是谁 狂魔不知道这个疯子要怎么介绍自己 难不成要连我的真实身份暴露 只听少涵说到次日乃贤月蒙丙肩高手 少涵道如果中南派掌门现身我自会向他说明 此时一道威严的声音响起 有什么话你可以现在说 只见一浑身散发金光的长发男子出现在中间 接着一道充斥着威压的声音说道 无奈中南派现任掌门 少涵听到此人这么装十三 于是自己也说到无奈陈少涵 掌门连说三个好 接着便冷声道你这样不请自来有红目的 接下来的一句话让在场人无一不惊 此次前来我是来向中南派发起挑战的 这是掌门自从中南三老死后第一次信息 这我们二人中南派弟子都觉得果然是粗鄙的黑道 狂魔顿时红温这少涵简直憨批居安全招了 掌门明显是不幸接着问道你为何要如此 少涵前进几步 此时的你们应该是在鄙视我 并且好奇黑道人究竟想在中南派做什么吧 这种情况下如何能好好交谈 与其这样还不如用刀剑将你们的鄙视一扫而空再谈 与臂周围的空气都冷了下来 两分半后掌门直接大笑起来 掌门说道我与你这小子应该能聊得来 除了管事的其他人都出去吧 等弟子们都出去后 掌门说道陈班主我听过你不少故事 其实你来中南派我也不知道你想做什么 有话不妨直说 随后细细着说只要不是侮辱我中南派 我都愿意听你一言 中南三老前辈们的遗骸我们已经收拾好了 掌门顿时不细细了 问道三位师叔遗骸怎么会在你呢 少涵话风一转你可知三老大战狂魔的事情 一旁狂魔的表情是一点事也藏不住 少涵继续说道三老在和狂魔一战前被我打伤 而且湖北盟的铁骑们也参与进来 但全被狂魔一人击杀 掌门神色一惊 你是说他们全被狂魔一人解决了 统一黑道的少涵居然要开始洗白 就连世人无数的狂魔也改了本性 而洗白的方式居然是和白道龙头结盟 少涵声称亲眼目睹狂魔将中南三老击杀 但是自己将三老的遗骸收了起来 并将重伤的狂魔击杀于山间 中南掌门闻言怒到三老的遗骸请归还我 少涵表示已经托人将遗骸送回 现在可能快到了 随后便露出特别沉痛的表情 说到要是自己出生那样白道 高手们可能也不会白白牺牲 掌门叹蜥三老他们的性格 断然不会接受黑道的帮助 掌门紧接问到少涵是怎么击杀狂魔的 狂魔一己之力击败中南三老已然是重伤 而我找到狂魔时已经快断起了 这一切只能归功于中南三老 掌门没想到少涵竟如此贬低自己 将此事归功于师叔们 随后代表整个中南派欠少涵一个人情 掌门再次问道 此次转交师叔们遗骸应该不是你的目的吧 少涵一笑我想成立贤月盟 以后陕西黑道由我来统治 掌门顿时一经理说的统治是什么意思 我已接手川阳 长安 汉中 石川 瑞和的黑道 并命名为贤月盟 我刚才提起的地方掌门可听有黑道势力作恶 掌门沉思片刻他还以为是中南的威慑力弄的天下太平 随后少涵强调到贤月盟不是作恶的黑道帮派 而是按我意思行事的组织 中南掌门对此抱有怀疑的态度 他从未见一个黑道响起白的 少涵强调若是中南派不对贤月盟抱有偏见 那么日后当中南派遭遇危机 贤月盟将不惜全盟之力前来支援 掌门震惊的一时雨色 看着眼前意气风发的少年 过许他真能改变整个江湖 下一秒掌门抱拳行李 陈盟主公主贤月盟成立 少涵也是立即回礼道多谢诸位 而作恶一生的狂魔对此很是不满 夜晚狂魔找到少涵吃饭 可他却一杯接着一杯吃酒 直到三十斤酒水下毒 才红着脸问少涵为何要这样子 少涵反问所说何时 狂魔顿时鸟语花香起来 听别人对你说话毕恭毕敬的感觉不错吧 少涵听后却淡然一笑 确实不错 狂魔说到此事跳过 我怎么就突然成了左护法了 照你这么说右护法是谁 少涵笑着说不知道右护法现在还活着没有 狂魔顿时汗颜并问到那他强不强 根据以往来看肯定没有师兄强 那与你相比又如何 少涵怒斥一声你这是什么话 没你强自然是比我弱 你是怎么敢偷偷爬到我头上的 狂魔顿时鸿温 你我二人从未正儿八经决斗 此言也激起了少涵的战斗欲 但前辈要是惨败 那还有脸活在世上吗 狂魔气得矿矿猛砸酒壶 此时酒楼外的高处有三人正在讨论怎么征服少涵 正当二人打到回府时被三人阻截于此 见为首的男子穿着 少涵一眼就断定是百里世家 男子礼貌询问到是不是陈少涵 而少涵的话让男子震惊得不行 少涵问到你们是哪冒出来的废物 男子听后大笑起来 这就是你的代客知道吗 陈少涵与我共饮一杯吧 少涵却让男子跪下用请求的语气来说 男子上前几步哗啦一下地将披风抖开 做出屈膝的动作 这一幕可把随从吓得不轻 可男子却突然停下了动作 转头笑到被骗了他 顿时大笑起来 狂魔感叹着年头怎么这么多疯子 男子听到了狂魔的捣鼓 直言陈少涵他是谁 我能宰了吗 狂魔瞬间大笑起来 这辈子没见过这么狂的后辈 男子问向手下这种情况一般怎么办呢 公子别再营造氛围了 直接把他们打个半死 然后再带回去问话就好了 华毕男子身形闪电 迅速抵达少涵面前 战场为余术的兵精瞬间撕裂 少涵感叹着世间 竟然还有修炼这等功法 男子抬起早已变成兵的手 问道愿不愿来我白天神教当个护法 少涵拿出事先准备好的丹药 在吞下的瞬间 整个人气息大变 就连眼睛都变成妖异的紫色 不仅是整个江湖都闻跟丧的存在 就连黑道都充之为是魔教 如今还想把少涵收服为男宠 少涵殊死不从就被打得快死 一先送的白玉扇也被男子夺走 少涵从怀中掏出白玉扇 在打开时 阵阵无色无味的烟开始散出 男子怒视少涵 上一个这么装的人 已经沦为他的座起了 于毕 充满绝对零度的气息直冲少涵 少涵则是后退一步将扇子往后举起 在气息来的瞬间 少涵猛然挥动扇子 直接让袭来的气息改变方向 直冲一旁的枯术 男子也把握时机立刻飞向少涵 每一掌都充满了杀气 但少涵却只用一只手 就可以从容地硬动 见状男子吞下一颗蛋药 随后男子的额头出现一片血花印记 此时少涵第一次感受到了威胁的气息 男子爆发性大喊一声 并迅速地挥着手臂 一道道冰晶光速飞出 面对众多的冰晶 少涵竟全力躲闪 但有一道冰晶从意想不到的地方攻向少涵 地板就冰晶覆盖皮肤也逐渐变硬 男子感叹你是第一个让我使出绝对冷感 你很强但是现在结束了 下一秒钟的一声冰晶爆开 男子不可置信地看着少涵 眨眼的功夫 少涵就已闪现到面前并主动进攻 但由于男子的冰晶 少涵的身法和攻击速度也变得稍微慢些 以至于每次攻击全被男子躲开 而这就是白天神教冰晶之强的地方 果不其然的这次攻击再次命中少涵 男子开始运起 极寒的冰球缓慢从手中出现 少涵大开白玉扇 想要抵抗此次攻击 等烟雾逐渐散去 少涵已被冰晶覆盖全身 就连白玉扇也掉落在地 男子缓步地走向扇子 武器榜第一的扇子被你用得这么懒 真是埋没了这柄宝器 看着兴起之秀的少涵被动得不能行动 男子张嘴大笑起来 但少涵丢的一声吐出个东西 一颗暗红色的丹药直接飞进男子的嘴里 一瞬间男子感觉有人掐住自己的器官往外扔 这时冰晶也发生碎裂 少涵再次用出毒魔师傅的绝学毒云掌 男子也送出一掌 但这次男子却倒飞出去 此时毒性大发甚至无法呼吸 少涵从烟中一步步走出 男子用负语问道你给我吃了什么 软惊散 男子的视线也逐渐模糊 陈少涵你个用毒的小子 少涵一个跳跃接近男人 下一秒男子倒飞出三十多米 少涵紧接一个飞身抓住了男子的黄毛 随后抬起手 只听啪的一声男子满脸的横肉飞了起来 少涵又拧接扇了三八掌 男子血肉模糊地求到别打了 但下一秒男子直接吐出一口鲜血 脸也肿起来了 少涵也没有停下来的意思 男子此时拉拢的脑袋已经说不出话 少涵将男子扔在地上 并掏出双月弯刀 少涵随后拖着将死的男子去找狂魔 洗白的狂魔居然和两名随从打得有来有去 虽然浑身是血但没有伤口 少涵拖着冰死的男子 问道狂魔怎么两个小喽啰还没解决 随从惊恐地看向倒地之人 狂魔见少涵已经斩杀他们头头也是狂笑着 少涵一把摔开男子 露到你居然还笑 质问狂魔这么长时间在干什么难不成你是废了 少涵拔出双刀顺发两道凌冽的剑气 仅一招就将二人轻易分解 这实力也让狂魔感叹 少涵说他们是白天魔教的人不可有 但狂魔通过交手却认定他们是白刀 一人是南宫世家的陆河剑法 另一人的长法虽说无名无派 但断然是名门世家 少涵管不了那么多 还是先拷问这声一口气的废物 白天魔教罕见召开十年之期的家主大会 参加会议的人无疑不是白天魔教的主星 就连独魔也是白天魔教的核心成员 一袭白色长袍也到达了 随即抱拳行礼到周天白见过各位家主 前辈 紫毛问道难不成此次会议由大公子你来主持 天白随后让手下搬上来两个箱子 此次天白有私事请求各位前辈 老者历生教主要是不来我们便回去了 你这小辈能有什么是用到我们这群前辈的 天白一经这老体肤居然这么不给面子 两名手下走到前辈们的面前 这里差不多一千万两 我那不争气的弟弟被陈绍涵抓了 谁要是能杀了陈绍涵并将涉地活着救出来 以诸位的实力会失败吗 不过设帝现在死没死也未知 若是死了还请诸位取陈绍涵的性命 另一男子问道若是两千万两还不足以冒风险 天白郑重道若谁杀了陈绍涵 我会助他接替陈绍涵的位置 另一男子问道大公子为何不亲自出手 我代表的是白天神教 若是出手那整个江湖未知惊动 现在实际未到 听说陈绍涵还是独魔的弟子 弄不好还要和独魔为敌 天白说道独魔前辈今天也未曾出席 他一直拒绝我爹的传唤 但是我听说他不是一个因弟子丧命而劳心伤神的人 红衣老者起身说到那是以前了 但这个徒弟能活到现在 还闯出一片天地你敢说那老头子没变吗 此次行动老头子我拒不参加 我可不想和独魔那老匹夫为敌 晚辈明白了 前辈先去休息吧 看着红衣老者离去的背影 一抹杀一顿时浮现在眼眸 天白转身离去 我让二弟和天舞跟着去 子毛比一道你让天舞去 那就成了功打了 天白说到父亲马上到愿意出手的前辈可以毛遂自检 晚辈那就先行告退 此时木门自动打开 待看清来人后让天白震惊 来人是现在唯一的恶人独魔 天白行礼道见过独魔前辈 而独魔却没有离他直接落足 还坐在代表主位的座位上 独魔这才看向天白 许久未见你倒是长大不少 天白温怒到前辈的弟子也成长不少 独魔咧嘴一笑 为何突然提起老夫的爱徒 一个爱徒就表明了独魔像的谁 这让在场的各位都产生退意 但天白却起身直言 前辈您的弟子扣押了我三弟 狂魔顿时喜笑颜开 你三弟做神妖式了会被我徒儿扣押 前辈您确定让我说出来吗 狂魔气息陡然一遍 面对这脾气古怪的独魔天白一点没办法 只好说到那小子本来想去陕西解决些事情 然后就被抓了 听到此话狂魔顿时大笑起来 需要我传话让我徒儿放人吗 那小子固执得很 不知道会不会听我的 天白知道这是独魔玩弄自己气的牙根痒痒 爹叫出来 你和老夫说不上话 此时的天白心里不光想着杀了少海 还想着怎么把这老匹夫弄死 独魔以为此次会议尤为重要才来了 如今看来只是个矛头小子在这耍嘴皮子 听到自己还被当成小孩 气得天白整个牙根都在发抖 独魔看向盈定问道这是怎么回事 大公子想请我们出生救出他弟弟 独魔听到此话愈加的生气 原来是向各位家主下命令了 不知在座的各位有要拿这钱的吗 气氛一瞬间降到冰点 下一秒一道充满威严的声音利和 独魔你够了 家本是一母同父的卵生双胞胎 一个是无论黑道还是白道 都闻风丧胆的白天魔教大公子 而另个则是四大恶人独仙培养的清传弟子 还成为统治整个黑道的龙头 如今白天魔教的大公子 却一心想杀了亲弟弟 身为白天魔教家主的独魔得知此事后 对着大公子一顿阴阳怪气 而白天魔教的教主 为了维护儿子也是出面教训独魔 独魔反驳你家那个独自怂恿各位家主 需要我徒弟的命 但灵主却温怒到你这是想造访吗 你要是这么想我也没办法 独魔我劝你不要插手 不然你对抗的是整个白天神教 独魔眼神一冷怒到你试试看 教主对独魔倒是没太多忌惮 主要是他也有个同父异母的双胞胎哥哥 二人双修多年要是合体自己 还真不一定能敌 独魔接着对道 为何在座的表情都像是想要表忠心的狗一样 在座的几人都是有头有脸的人 听到独魔这么贬低 自己顿时想要一起拿下这嚣张的牢 大公子找到闭关七十余年的二弟 并说到三弟被陈绍涵扣押 现在是死是活无法确定 而且还说到我们的白天神教是魔教 男子听到此话瞬间不满 说着就要去杀了绍涵 但却被大公子阻止 绍涵的师父是独魔和一仙 这二人极爱护独子 你若是可以先除掉独魔最稳妥 哥哥你是让我杀是仅存的恶人 同时也是家主的独魔 凶残诚信没有丝毫人性的独魔 放手去做吧 父亲不会反对 华山派山脚下的一个小屋子内 传出异样的声音 此屋名为忏悔洞历年关押一人 而洞内的男人张着大嘴 只等爬上屋檐的蜘蛛掉到嘴里 这个屋门突然被踹开 男人轻蔑地看向来人 看到来人是华山派第一代大弟子 男人高兴地瞬间起身 问道我是不是终于被逐出世门了 大弟子无奈道 大师兄你这辈子是逃不了华山了 这是师祖让我给您的衣服 男子问道为何让我出关 我每日以昆虫为食露水 节可快乐得很 师兄你有所不知 白天魔教重出江湖 第一步就是攻占长安 中南派的掌门也派弟子火速前往长安 师祖让您亲自带队前去支援呢 男子暗自骂了一声 总是有麻烦事才让我出眠 这次我不可能会去 随后直接躺倒了床上 师弟问道之前 您不是说认识川阳黑道的首领吗 川阳和长安远了去了 我只是认识川阳的罢 白天魔教进攻长安的原因就是那个人 这一下激起了大师兄的好奇心 便决定此次他亲自带兵出征 随后让齐先出去自己洗漱一番 毕竟几年都没洗脸了 少涵这边正在审问白天魔教的三公子 你的两个哥哥比你强吗 那自然是比我强很多 少涵又问到你们教派信奉什么东西 信奉的不是一个东西而是人 是伟大且勇猛白武镇家主 但据少涵所知 你们白天魔教信奉的人是一代英雄白道者 他并非白道 我听父亲说过那人曾说自己非白非魔全平行 少涵微微一笑还真是有趣 随后给男子倒上了杯酒水 并让男子有什么想说的尽管说吧 男子看着倒影无数的想法分析 陈少涵以你的实力完全可以凌驾于天下 受万人敬仰跪拜的存在 但如今江湖被黑白两道脚的混沌 无数人流离失所 陈少涵你愿同我们一起来精华这人世间吗 少涵比一的一笑 你们洗脑确实很强 但是我拒绝 而男子压根没指望少涵能加入 与逼二人一饮而尽 男子放下酒杯说道 陈班主我想独自去走走 不知是否可 可以但这是你最后的请求 陈班主我送你一件礼物以表感谢了 男子随后走向后方的河流 开始摒弃凝神 阵阵的冰寒之力同丹田内散了 就连头发都逐渐发白 骗魔教弟子首次展示神功 就被至高无上的神功冻死 只见施法者摒弃凝神 眉宇间的雪花越发明显 至高无上的祖父请允许我施展您的绝技 近些年本教已经衰退 无人能再使用那招后活命 今日我已经准备好奉献性命去尝试 只听男人怒吼一声雪衣独孤 临近的海水都瞬间被冰金覆盖 而男人也遭受反噬化作一座冰雕 少涵意识到这小子是想告诉自己 他们教派的实力 能有这等想法的人值得令人尊敬 周围的手下感叹到 世上竟有这等害人武功 少涵带领手下近距离观察 问到此人对我们发起的挑战 你们亲眼所见感觉如何 红毛问到为何是挑战 这不是炫技吗 此人用血衣孤独将自己动起来 使自己刀枪不入 这不就是以生命为代价 向我们发起挑战吗 听完少涵的解释众人 这才反应过来 随后少涵让手下一个一个 过来尝试破解冰雕 男子第一个拔剑向前 下一秒丝丝的土龙气息直穿冰雕 触碰的瞬间长剑反弹出去 而冰雕却毫无痕迹 巨大的冲击力震的男子手掌一直发抖 见无事发声少涵便让下一个人接着上 三人相视一下感觉大哥都不行 那自己更别说了 于是决定一起上 只见一阵的刀光剑影后 三人全部累得不行 还有的被反弹阵伤 可冰雕还是未受丝毫伤害 少涵让诸位无需紧张 自己也应该无法成功 倘若我堂堂正正应战的话 我自然会失败 但我可不是什么证人君子 随后少涵打开用欲打造的小瓶 一滴紫红色药水滴下的瞬间 被冰雕发出滋滋的声音 少涵抽刀猛然斩下 下一秒一整个手臂掉落 少涵让手下装好这东西后离开就行 白天魔教的教主正告知天白 无需削弱黑道的兵力 只要陈少涵屈服于我们就行 父亲您既然这样打算 就不应该轻易地放独魔走 届时他必定会帮他徒弟 教主怒失一眼儿子 在你眼中八天家主都是笑话吗 天白子低头说道并非如此 独魔的名声在江湖上已流传许久 而这名声多为恶名 就连我都不知道他的底牌是什么 要是断然形式或许会酿成祸端 况且刚才来的并非独魔 而是伪装成独魔的一仙 天白心头顿时一颤 一仙传闻是可以令人 起死回生的白道至尊 一生都在执着行医救人 没人知道一仙真正的实力 但独魔却独怕他一人 天白问到一仙为何要这样做 一仙的轻功是举世无双 所以才会伪装成独魔 而真独魔肯定在暗中等着他 他们就是如此狡猾 不要觉得自己长大了就小瞧他们 教主再次问到天武决定去找陈绍涵了 届时您与老二一块去吧 天白一问我也要去吗 教主肯定到战争往往要以压倒性优势取得胜利 若敌方有九人我方出十人 最终只有一人生还的战争不如不打 敌人若是有九人我方就要排出上百人 你 老二 见天还有左右使者再加上丰天一块去 阁下说您来自华山派 被关禁闭的流浪汉经过书洗 已变成偏偏少年 在下此次前来是来助你们的 红毛想到光给钟南和武当送了 你为何华山也要派人来帮 但想到华山派庞大的背景 红毛就将人带了进去 绍涵得知次人来自华山派后也是疑问满满 而男子却一言不发地盯着绍涵 一瞬间二人双目对视 绍涵缓步走向男子 怒问你为何会在华山派 而男子反问到你何时成了黑道中人 气氛一时间剑拔弩张 红毛刚想上去劝说一下 绍涵先是嘻嘻 打趣到你这臭小子还活着呢 而男子也笑到我这可恶的大哥不也是活得好好的 绍涵问到你现在姓什么了 还是和从前一样沉十月 大哥小时候在弦乐斑增于我的姓名 二人随即打去了一会 但十月语气一转 大哥你是疯了吗 绍涵满脸一问此话怎讲 绍涵少时的一句话 让当时的玩伴成长为大宗师 但如今大宗师却大骂绍涵 而绍涵却满脸一问 当年不是你说在陕西这片地界属华山派为首 还有你当时让我们在扔花瓣 你再挥刀起舞 绍涵嘻嘻一笑 当时我只知道华山这一个门派 宗师怒对你当时还知道魔教和武当 你成天让我们扮演魔教 你扮演帅气的华山 我们还得给你撒花瓣不然就挨打 绍涵没想到小时候竟然这么霸道 看着现在的大宗师还是和还是一样 绍涵没憋住笑一抖一抖呢 大宗师没忍住也和绍涵大笑起来 当时你离开为何不去你一直歌颂的华山 而是加入了黑道 绍涵叹气此时他无法选择 下一秒绍涵眼神一冷郑重地说 十月你和华山派弟子都回去吧 我不想看到你们受伤 而十月则让绍涵少逞门了 况且此次也是一个机会 或许能打破那面高墙 绍涵一问你说的墙莫非是那个 随后让十月盘腿打坐看看 十月一惊在这打坐吗 绍涵让手下派人再次附近列阵 不要让外人进来 列阵的兄弟也要背对这里 不宜会数十人已到了各自的站位 等十月打坐后绍涵说到 最近我在舍弃一些刀法 而十月也曾想过那样做 无论怎么修炼都看不到镜头的感觉 而且我并不完全理解和赞同华山的剑法 甚至有时回想前辈为何要留下这种招式 绍涵说到现在 我起我说的话都是以黑道中人的身份讲的 你仔细考虑带着戒心去听 我们与其他人不同 我们之前所学的是刀武而非剑法 不过是拿着刀剑挥舞罢了 但是我们每天都为了表演拼命练习 如果说表演动作一百个 而我们练习的动作就有一千个 当时我们就这样掌握了各种刀法和剑法 学成的每一个招式都有包含其意义的法则 而根据法则我们所学的刀武就是毫无意义的 江湖中人是不会在练剑前去学习刀武 但刀武可以说是毫无意义吗 十月瞬间睁大双眼这正是他所苦恼的 绍涵继续说到在他熟悉的刀法之中 没有一个能超出刀武庞大的动作范畴 而剑法也是一样 问题是不在于是剑法好还是刀武更好 而是让那毫无意义的东西 在遇到法则后成为有意义的东西 因此与他人相比我们在西武前准备得更加完美 十月若有所思地思考绍涵的每一句话 绍涵继续说到若你觉得此招效力低 那这个招式就是低 不要钻扭脚尖 十月我们要正视自己 不要一味地否认自己 十月毛色顿开历年 他一直认为画山就是对的 原来实情并非如此 随后绍涵抽出双刀 现在我认为的法则很简单 就是用武器去解决敌人 下一秒绍涵的眼前忽然化成诡异的紫色 眼白有无数的黑丝伸出 十月被吓了一跳 问道大哥你这眼睛是中毒了吗 绍涵说这眼有时候就这样 并非中毒此事解释起来很复杂 十月一把搭到绍涵的肩膀 复杂也好啰嗦也罢 你待着别动我给你检查一下 而绍涵却不以为远 但感觉到这个弟弟逐渐用力的手 也察觉并未开玩笑 拗不过的绍涵只好伸手让其检查一下 只见十月的手心洒发出阵阵热能钻入绍涵的手心 几夕的时间十月就已找到问题核心 但有种力量直冲而来 惊恐的十月问道绍涵 大哥你这身体为何会这样 而绍涵也很为难地看向十月 这话题以后再说吧 看绍涵这无所谓的样子气得十月顿势红温 下一秒绍涵被人一闷掌打晕过去 绍涵和白天魔教第一次正面交锋 而华山派首席大弟子也化身成黑道又护华 自从十月发现绍涵体内境外混乱 就一心想要治好大哥 但绍涵一副你还小之不可能完成的样子 气得十月直接破口大骂 怎么说他也算是继承了华山大部分功法 甚至已经达到大宗室境界 但绍涵还是行了好了之道 气得十月直接抱锤绍涵 并大骂绍涵是混蛋知道什么 绍涵没想到这小子手还真有劲 但手下接下来的一句话直接吓到了十月 手下红毛说道中南派已经来了 见十月脸瞬间变绿变问起原由 十月磕磕巴巴着说自己曾和中南派弟子切磋过 绍涵嫌弃到只要不是挖人坟就没事赶紧跟过来 十月见有大哥罩着也是无所畏惧 之后也是立马跟了过去 身为正道的中南对礼仪方面也是极其讲究 绍涵说道今日有位华山派弟子要和前辈道歉 十月的脸瞬间变绿 这该死的大哥竟突然让自己难堪 而绍涵却催促到你等什么呢 十月突然设恐 但也勉强抱拳到晚辈陈十月见过林老 林老虽然没见过十月 但对这个名字极其熟悉 其他的中南弟子也对十月有很强的敌意 你就是曾经在论剑时 一亿人之力挽拗我们三十人的陈十月 十月的手瞬间将注没有丝毫放下的意思 被誉为华山掌门之下第一人果然一表人才 受惊的十月陪笑到前辈过狱了 绍涵见机邀请林老旁边休息一下 但二人离开后中南派的弟子忽然全部外放气息 十月呼冒冷汗磕巴着说诸位幸会 中南弟子们咬牙切齿恨不得当场撕了十月 好难不吃当下亏十月瞬间跑走 一直跑到大哥身边才停下 绍涵正好说到他的弦怨门无论黑白都可加了 现在左护法已经定了 看向十月说到诱护法还没人选 十月问到难道大哥是想让我做诱护法 但想到我乃华山的继承人怎么会去黑道当个护法 隔日白天魔教使者向绍涵递出商议书 绍涵和尚折子问到磋商在何处进行 使者说到还未确定地点 然而绍涵却直接让他们来这里就行 使者再次问到人数有限制吗 所以限制了又有何用你们自己看一看 三天后绍涵集聚一众手下在约定好的地方集合 意外的是十月已经换了套专属衣物 这也代表了坐石又护法的名号 而左护法狂魔也到达地里 此时一阵异常整齐的脚步声传来 白天魔教的一众白衣抵达地里 此次前来的不仅有左右护法还有八大家主其二 为首的还是白天魔教教主的大儿子天白 两个帮派顿时针锋相对一股股的敌意纷纷散出 天白首先问道 陈班主令地何在 绍涵并未回答而是转身向后走去 并邀请天白坐下再说 随后指向后面的石雕 那就是你的弟弟 我将他把自己冻住的样子做成了一尊石像 天白转头看去顿时明白 这是他未能经受住绝技的效果 绍涵刚才想趁其转头时候偷袭 可天白即使转头也没有露出丝毫破绽 天白说今日在此是以副教主的身份与你磋伤 目前以你的兵力无法拦截本教 趁你现在四肢健全赶紧带着陕西黑道归顺本教 这样我便考虑可以饶你一命 副教主还真是能说会道 不过想要陕西黑道 先将我置于死地吧 绍涵这强硬的态度令天白非常不满 随机提出首领战 各自排出得力干将赢了就继续打 绍涵瞬间一笑有了想法 只听绍涵霸气地说道 那么你们第一个对手就是我 起来了打起来了 白天魔教提出首领车轮战 但绍涵却要第一个上场 而白天魔教派出磨练25年的昆魔团主 见是个小杂碎狂魔便决定出头杂碎此人 可绍涵让狂魔回去 自己说过不会让一个兄弟在没真正开战前就受伤 一番言语让狂魔瞬间爽了 并承诺若出现扰乱圣父的家伙便为你清理掉 昆竹鄙夷的看向狂魔 觉得此人只是不入流的黑道罢了 绍涵直言什么昆竹依我看只是不入流的废物罢 要是不想死就去湖边三公子旁边跪着 后行的昆竹猛然跳斩向绍涵 但绍涵突然消失在原地 实战多年的昆竹也瞬间得知绍涵位置 但没想到绍涵已飞起树木 昆竹也紧忙抽刀再次挥向绍涵 只见绍涵被击打得节节败退 昆竹的每次进攻绍涵都好似很难接住 经过短弹的攻击 昆竹知道绍涵大体的实力了 内功与我相差无几 施展作为快刀的刀法也不够快 你拿什么胜王 手下们看着昆竹越战越勇 也纷纷感觉绍涵只是个徒有其名的废物 可紫色海胆却认定昆竹马上就输 而且输得会很惨 昆竹脚下运弓以极致的速度直冲绍涵 昆竹一下被逼退至湖边 只见绍涵用刀击起一阵水的花 但被昆竹只是一阵阻化着 昆竹趁此机会跳斩披下 昆竹笑道果然是徒有虚名 并嘲讽道你是要打水漂吗 昆竹再次被阵飞出去 此时的绍涵已经退到更深的地方 昆竹嘲讽道黑道是无法和本教抗衡的 下一秒只见水倒映出恐怖的身形 你难道若是这种距离应是看不清了吧 只见绍涵双刀相交内力喷涌而出 杭博的刀器激起的水纹都化成紫色 可昆竹大喊的同一招对我是没用的 如刚才一样水纹被轻易地化解 可在水滴着地的瞬间土地瞬间化成黑米 而昆竹的手此时也长出许多浓包 不疑会凡是被水碰到的地方都长出水泡 随后昆竹发出具响的惨叫 但其他人看来昆竹只是去湖边玩了下水就叫了起来 趁着昆竹惨叫绍涵一个顺身抵达面前 只听见剑旋转的翁鸣和昆竹肉体破裂的声音 昆竹最终以剧烈的代价倒地 这一幕全被天白看到眼里 目前他还是不知绍涵全部实力 自己不好轻易出手 绍涵顿时兮兮 紧接一脚将昆竹踹进湖里为安徒恩 绍涵回头看向身后的兄弟们 紧接高举双月刀 兄弟们也纷纷举起武器兴奋的大喊 白天魔教的众人纷纷感觉受到羞辱 此时一家主说到这是车轮战 我们持续派人消耗他便好 绍涵听后也是鼓掌叫好 好一位伟大的战略家 逼我看你的年龄最为年长 不过却摆出一副 无论如也不会出战的架势 家主顿势红了 路骂让绍涵闭嘴 而绍涵对到你的老灯 不会说话还不会放屁吗 我看你这辈子都吃不上俩菜 八十多年已经没人敢这么和他说话 一时间想直接撕了绍涵 天白劝导家主莫要着了他的刀 绍涵喊道下一个要死的是谁 见无人回答绍涵走向已经识化的三公子 一下拍起头上 随着手逐渐用力 石像有了裂开的声音 石像要是损坏那三弟必定会受伤 绍涵又见兮兮的说 你说本以为兄长会给你报仇 随后边谈脑瓜边说他蠢 手下一时以为绍涵疯了 而狂魔却对此早习以为常 天白对绍涵的恨意此时到达了顶点 绍涵说此地是色魔和妖魔的葬身之地 你们莫要再随便派出像昆团主这样的砸碎了 紫色海胆埋怨让天白快派些人出战吧 我听不下去了都 这时一北见男子主动请应 并发誓定断绍涵一条胳膊 而绍涵也将双月刀合二为一 上一次合体时还是斩杀妖魔的时候 那来了 这次真的来了 绍涵第三次将双月弯刀合体 而此次的敌人却是白天魔教的护法 只见护法高高跃起 随即一息的功夫直接劈到绍涵所在位 而绍涵好似提前赶至一板 已经闪身至护法的后方 身攻百战的护法反手一刀砍出 二人相互对刀 绍涵的重刀让护法难以抵挡 护法将气运至右手 紧接充满血色的刀气喷勃而出 但老狗绍涵跑到了白天魔教三当家身后 护法见此操作一时不敢出手 就这迟疑的瞬间给了绍涵机会 但此次攻击并未重伤护法 紫毛健壮怒骂到一个破遗骸还要管 直接击碎罢了 作为哥哥的二人听到此言气息忽然变缓 请你注意言辞设地的遗骸 我们势必拿回 但绍涵一直在遗骸附近晃眼 只要对方吓死手的瞬间 飞升到遗骸后面躲着 护法竭尽全力的一击 却再次被遗骸挡住 见护法果然不敢下手 绍涵也是尖笑起来 绍涵之后的攻击全部从遗骸后方攻来 此时的护法只能尽力躲闪 却不能进攻 气得只能大骂绍涵是个卑鄙的小人 绍涵眼神一冷 骂到白天魔教的狗们 让你们看看什么是卑鄙 下一秒顺身到三公子遗骸身后 随后猛斩而下 但却被护法举刀倒住 由于力的相互姓绍涵直接倒飞出去 在绍涵触墙的瞬间猛踏而出 一时间场中充满刀剑的碰撞声 白天魔教军师见护法 被一尊破十项梦的畏首未解 也是力声休要管那十项 速速杀了陈绍涵 绍涵后撤站稳身子 那老头说的对 你不如直接毁了你们少爷的遗骸 护法的想法逐渐产生分歧 如果再这样继续下去 恐怕战败的是自己 但教主肯定是想保护好弟弟的遗憾 在经过思考片刻 护法决定随天而行 自己将竭力出手不留余地 护法雄魂且狂暴的魅力瞬间爆出 整个人以极快的速度冲向绍涵 只见绍涵当旋转而起 搅动空气并发出破空的声音 在护法即将接近时 满月刀顺势斩下 一道刀气伴随着空气的嗡名 斩向护法 这一刻护法突然感受死亡之门大开 本是直冲而来的 他紧忙调动真气之腿 使自己规避这凌冽的刀气 然后原始搭建成了体 顺势化成尘埃 护法哆嗦地看着耍花刀的绍涵 虽然是在笑 但好似是那种 拿着火箭筒的猎人碰见猎物 充满玩味的笑 绍涵反方向拧动武器 发出咔哒声 护法顺势如惊弓之鸟一般 声音没了的瞬间 绍涵竟直接已经冲到了护法面前 顺势使剑挡下绍涵的进攻 但分离开的双刀 如同两个人同时进攻 下一秒护法的眼球出现刀的道理 紧接就只能听见喷涌的声音 和护法的微弱的声音 白天魔教的一众 见绍涵如此轻松地斩杀一员大将 也纷纷起了忌惮之心 随后绍涵让手下递来胡酒 当着白天魔教众人的面顿时豪饮起来 直至全部喝完才停下酒壶 而绍涵的眼眸在此时 也幻化成诡异的紫色 并伴有丝丝的真气外泄 手下见情况也知道 这酒中含有剧毒 绍涵高举酒壶 白天魔教的耸货们 谁敢和我对应 手下们都赞叹班主 果然不是好的 狂魔也笑道 你这丝拿毒酒让人家喝 真是够贱的 白天魔教的人 如同吃了苍蝇一般说不出话 只能怒目言真 和绍涵这边爽朗的笑声 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几个头目也纷纷感叹 果然没跟错人 看对面的带头人 像得了激温一般 绍涵笑道 既然没有那在下之后不易 随后举起已经空了的酒瓶 想到刚才是在提振士气 而接下来必须除掉对方手里 以此降低对方的战力和士气 白天魔教的副教主周天白 和他的弟弟 或者两位家主 在这四人之中 我必须除掉一人 绍涵全身真气外访 直视着副教主 带有充满不屑的语气说道 再不拿走另地的遗骸 我可要打碎为云了